尊敬的戰友們好,今天是5月4號, 現在呢,文貴在紐約和我們好朋友小夏女士 一起在這裡呢,給大家直播,小夏文貴聊天談談。 2017年4月19號發生的那個歷史性的事件, 也就是當時的小夏女士代表VOA中文部所有的她的團隊, 到紐約我家採訪,在中間發生了很多事情, 最後被斷播的這麼一個新聞醜聞。 那麼今天很高興跟小夏女士今天一起坐在了, 咱們喜馬拉雅大使館郭媒體的直播間, 時空轉移啊,這個往回看這個時間, 到今天真的是不可想像。 小夏,比我那時候見面的小夏年輕了, 她一根假髮沒有,真髮我都摸出來的, 比那時候還瘦了,而且依然在笑容燦爛, 這真是個戰士啊。 如果說我是戰神的話,她是戰神的神中之神, 絕對是我非常佩服的。 那麼另外一個在419事件以後啊, 大家都知道,小夏女士和她的團隊展開了, 對VOA之音,維權,尋求真相的這麼一個法律行動。 時間你過了兩年了, 她與當時來的東方先生和她的團隊, 遇到了各個種種的,現在不可思議的, 在美國獨立的法治和獨立的媒體自由的世界, 能發生的事情。 而且小夏女士剛剛在兩個月以前, 被VOA正式的啊,宣佈給開除。 這也是不可思議的。 東方先生啊,以及其他人和李肅先生, 都在家帶崗。 帶崗了,下崗了。 那麼也就是咱們中國說的, 就是這個停職,不提心。 那麼很多人啊,都因為這件事情, 受到了重大的經濟、精神、生活的重大傷害和影響。 但是他們創造了奇蹟。 畢竟由他們,由這次的採訪,勇敢的行動, 尋求真相,維護美國之音, 它本來的宗旨, 那就讓世界知道事情的真相。 還有一個就是世界了解中國。 那麼他們是做的是最好的, 他們為此付出了代價。 但這件事件已經是新聞媒體的里程碑事件。 今天呢,我們就很高興的和小夏女士啊, 在一起談談。 因為在這個之前啊, 我們沒有談過這背後真相。 包括今天之前,我向大家承擇,沒有談過。 今天呢,很多戰友呢, 也想問很多問題。 剛剛我也讓小夏女士看了很多在手機上發出的問題, 很多啊。 從這個我說出去這個訪談, 到現在我們聊天開始。 太多人的意見了。 但是說實在話啊, 99.9都不是問題。 都是個人一人之間, 本身的問題就是問題。 這個問題的本身沒什麼價值。 但是大家可以隨便問。 那麼現在我又開始跟小夏, 我現在就要下來想想, 這個當時419背後有什麼事情要跟大家分享的。 小夏請, 你來開始吧。 謝謝,謝謝郭先生。 我今天帶了一對耳環, 大家會先問是什麼耳環。 一邊是問號, 一邊是探號。 問號是, 我跟大家一樣, 心裡有非常非常多的問號, 為什麼美國有關機構會出這麼大的力氣, 來阻止郭先生爆料這個事情。 然後更大的問號是, 中國政府為什麼採取如此, 我前所未有的這種手段, 來對郭文貴先生進行封口。 所以另外一個是探號, 我這個驚嘆號是說, 這個事情發生, 確實是一個里程碑事件。 我這麼說吧, 4月19號之前的那一個禮拜, 我們要是記得新聞的話都知道, 當時是在馬拉拉哥莊園, 川席會正在哥倆好呢。 那麼這兩年呢, 美國對華政策發生了相當根本性的變化, 這個變化跟419段播, 我可以負責任的說, 有非常直接的關係, 因為我自己去遊說了, 二百多個國會的辦公室, 和所有與中國這個有關的各個部門。 那麼這背後呢, 我現在是不是這樣, 我想今天的情況是, 我想先問問郭先生幾個問題, 問完之後呢, 我可以跟郭先生對談。 我第一個問題, 我想問的是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為什麼呢? 這個問題是一個總結性的問題, 那現在郭先生爆出很多細緻的這個猛料, 可以說, 那麼大家會關注很多這個猛料, 但是呢, 我們要回過頭來看一看, 退一步看一眼, 說這個整個這個事件, 對美國是一個什麼樣的影響, 所以我第一個問題就是, 郭先生這個, 你自己認為, 在你這個爆料, 對中共有什麼樣程度的打擊, 打擊更多是一些個人, 比如王岐山, 孟建柱這樣的個人呢, 還是整個中共的統治體制, 所以我希望郭先生先解釋一下。 小夏現在回本行了啊, 訪談, 我們聊天沒開始呢, 就開始訪談了。 這個, 說實在大家很多人啊, 沒有認真思考一個問題, 當時這個發生我和小夏女士見面, 被小夏女士的微歐之音, 這個直播訪談的前背景呢, 我們也感激一個非常重要的一位先生, 也就是小夏女士的同事啊, 就是東方先生, 東方先生當時曾經是做過微歐之音的, 駐北京站的站長, 好像是站長嗎? 記者。 記者, 那麼是他在通過推特直接跟我聯繫的, 幾次要求要采訪我, 我都拒絕了。 後來呢, 很熱情, 很積極, 而且呢, 是我對他進行的一定了解以後, 因為我也是美歐之音的多年的觀眾嘛, 我給他提出了三個要求, 第一個就是說, 一定是直播, 第二個, 不能第一三小時還不能編輯, 第三個, 我說我要指定來採訪人, 東方先生說, 那我就可以了嗎? 她想來, 我說對不起啊, 我說我不是不尊重你, 我要指定龔小夏女士來採訪, 哦, 她那是我領導, 我說她來, 這三條成立了, 咱就可以接受採訪。 那麼後來大家知道, 是小夏女士, 帶著東方先生和她的團隊來的, 那麽這個團隊來到紐約我家, 提前是, 將近兩天嘛, 一天多來準備, 一天半的時間, 那麽這個419的這個採訪, 我跟小夏女士認識是4月17號下午, 啊, 4月17號下午, 那麽這個採訪的意義是什麽? 如果那個時候咱說, 人家說咱又這些欺民賊, 共產黨又說我們吹牛了, 這個419的斷播, 最大的意義, 就是開啟了爆料革命的國際化。 也就是說, 爆料革命從這個, 我一個人的爆料, 形成了集體的行動, 和把爆料從我一個中國人的世界, 變成了國際世界, 美國世界, 而且直接從媒體上開始發酵, 這是個里程碑世界。 更重要的是那天, 第一次提出了王岐山海航。 郭文貴先生先生, 但是這裏我的問題還是, 這從您看起來, 整個爆料這個意義是對誰打擊最大, 是對中共的統治體制呢? 還是對中共內部的某一部分人? 郭文貴先生, 全部都包含, 全部包括, 我認為最重要的是對共產黨, 因為共產黨那個時候, 最最高潮的時候啊, 這個準備十九大, 十八大之後, 王岐山和習近平先生, 他呀領導的反腐革命, 吼吼吼吼吼, 大鐵還須之身硬, 然後這個, 要給人民一片蔚藍的煙, 要給人民一個連結的政府, 然後要給十四人民一個蔚藍, 他這個調子拔太高了, 所有人都在仰慕鄉上, 咚咱就來了一個爆料革命, 這個爆料革命的本質, 是對共產黨的謊言和, 以反腐為名的, 以貪反貪, 以黑反貪的這個運動, 一個絕地的打擊, 但是呢, 代表人物是王岐山和孟建柱, 和孫力救克海, 就是咱有具體的事件, 具體的人, 具體的事實, 打擊核心的就是共產黨, 因為代表人物那時候就是習王, 咱就直接把它給滅了。 當時有一個細節很有意思, 這個細節我好像才記住過。 細節都是當時你挑戰我啊, 懷疑我啊, 就那種粗魯的對待我啊, 現在你比那時候可愛多了, 那時候小家就挺著脖子來了, 鬼子進村似的, 直接進十八樓了。 為什麼? 因為很簡單, 當時是在我們四月十九號採訪, 四月十七號下午的時候, 中國外交部派了兩位官員去找美國之音駐北京的記者, 對我們發出了非常直接的問題。 這跟你說了很多次了啊。 不是, 這中間有一個細節的問題是什麼呢? 他就跟剛才您說的是相關的說, 如果你們要採訪郭文貴, 那麼你們是干預中國內政這個我們知道, 但是下邊一句奇怪的說, 你們在干涉十九大進城, 我說為什麼我們採訪一個中國的商人, 會干涉到十九大進城, 這個十九大進城是什麼? 你說到這, 我給你打斷一下小夏啊, 我還沒跟你說, 咱今天談背後真相, 你說的話不要說, 我說過也不說啊, 咱給戰友們今天全撂真貨啊, 路葛不萬秀的啊, 這個當年你像鬼子進村似的, 帶著一幫的你那個VOA的器材, 說實在話, 今天我看到這個屋裡的器材, 看我這超級熱門, 當時你們真是笑話啊, 也帶著VOA的傲慢, 以為這中國來一吐炮, 你們就來了, VOA這些扛著叉子刀子就來了, 說實在話, 你們的機器爛得無法想像, 太爛了, 而且可搞笑的是小夏, 就在我直播的時候, 我住屋裡出來, 晃晃晃晃晃, 第一個大早上起來說, 哎,郭先生你被這個通緝了, 你知道不知道, 哎呀, 我啥時候被通緝了呀, 這個人好像就是他這個警察, 鄭遠看著我, 你被通緝了, 你知道不知道, 哎呀, 我們在什麼時候, 那意思好像我馬上被抓了, 然後我說, 不知道啊, 然後到了那個鋼機房準備的時候, 這時候突然間人家搭, 撐一個什麼, 一個VOA的那個Logo, 後面那棍撐得還發散那種的, 這就是我們當年我說, 二十幾年前我們郁達蓋房的時候, 過廣告的時候的水平啊, 我說VOA就是水平啊, 一個樣的色彩, 都磨的都黑的變白了, 設備啊很老, 就一個女孩兒, 手裡拿了一個那個, 就是那個手機的那個卡器, 挺好的, 這個好, 我還要買一個, 你說這個事情, 我不是要給VOA辯護是不是, VOA是美國之音納稅人的, 納稅人付錢的機構, 東西都非常老, 這也很正常, 他們不那麼花錢, 那麼在座聽的是納稅人, 應該感謝這一點的, 就是他們起碼沒有, 像郭先生要花錢買這麼貴的器材, 是不是, 所以器材不好, 這是正常的, 我們成天也是非常, 但是最誇張的是, 和那器材相對比的, 是你們的態度, 代表VO之音鬼子進村, 康子就這麼進來了, 然後就那種質問, 詢問, 我當時就覺得你是代表王岐山的, 孟建柱的, 哎呀,很合法。 一看這過了兩年了, 還跟我沒完呢, 當時你說我們是記者, 我手裡抓的就是, 我做了幾個禮拜的研究, 這個裡頭是, 中共當時花那麼兩年時間, 一直在媒體上, 對郭先生進行了大量的攻擊, 每一個案子, 你說從劉志華案子, 到這個蕭建華, 到這個農航的那個, 農航誰, 向俊波, 到這個所有這中阿基金, 到馬建, 等等等等一系列, 各種各樣報道, 我進來的目的, 當時為什麼會這麼, 就是跟郭先生這麼談法呢? 就是所有這些東西, 有沒有這個事情, 有沒有這些一二三四, 這是報道的。 就是小夏女士來的時候, 這個問題很多, 但我想說是什麼呢? 我剛才說的設備, 說你的態度的時候呢, 實際當時一個狀態啊, 我現在向戰友們, 絕對承諾我們之前從沒溝通的話題啊, 我當時給我的印象, 就是你們帶著VOA的傲慢, 和對中國社會的完全不知道, 因為你問的問題也太天真了, 而且問的問題呢, 都是非常有侵略性的, 就是VOA本身是反共的, 結果看著你們好像是挺共的, 就這個事實證明什麼? 在斷播之前, 小夏絕對跟我沒有半點兒股堆, 這個團隊也跟我沒有半點兒關係, 我們可以聽得起陽光夏的, 叫王岐先生說, 陽光夏的這個掙錢, 我們叫陽光夏的交易, 絕對是可以說沒有交易的, 可以是吃的吃的。 當時也很明白, 如果我不是那麼, 就是說應該十幾個小時, 咱們對話是不是, 十幾個小時, 把每一件事情這麼問清楚的話, 我在電視直播的時候, 是對觀眾不負責的, 當時要做負責的話呢, 我必須把每件事情, 中共怎麼說的, 那麼你到底情況是怎麼樣的, 最後所有這些事情呢, 就是必須向中國人民有一個交代吧, 完了, 出漏嘴了, 我要說到這兒, 我要跟你講一個, 小夏, 小夏現在是特務了, 現在是特務, 反正你戴著幾次年帽子了, 我要跟你們說一個事情, 就是你不知道的背負真相, 咱講不知道的真相, 我在跟你聯繫之前, 我跟和平有聯繫嗎? 我問過和平, 我說你了解小夏嗎? 你了解東方嗎? 和平現在一定是在那兒看節目的, 但是我從來沒跟你講過, 和平先生當時就說, 他們沒啥了不起的, 再一個就是, 直播不一定就是直播成, 你真得佩服和平這個, 他覺得直播不一定直播成, 還有就覺得, 郭小夏你可能不了解啊, 你慢慢你就知道了, 我說這傻意思啊, 傻意思啊, 就搞不懂, 後來我跟你見面以後, 我跟和平發信息, 和平一直在問我, 和平說他們到了是吧, 微微到了是吧, 小夏來了是吧, 他們住酒店了是吧, 我就納悶, 我今天會跟你說, 你們的隊伍裡面, 絕對有個人是跟和平即時聯繫的, 你從來沒想過這個問題, 我倒不在乎, 是因為我不是, 郭小夏你和平聯繫了, 共產黨就知道了, 而且和平知道最可怕的事情, 你們住酒店了, 馬上去你那兒了, 就這才說啥, 我不認為你明天播得成, 你說這件事兒嗎? 和平竟然能看到是播不成了, 我是這麼說吧, 我是這麼說吧, 當時如果不是我頂著的話呢, 就真的播不成了, 因為上邊這個, 18號那一天呢, 中國大使館給美國之音打了無數電話, 打到什麼地步呢? 當時就說是電話一放下, 馬上就響, 拿起來說領導不在, 一放下馬上就響, 最後呢, 我接電話一個編輯跟我說, 說是, 中國大使館說了, 你們要是採訪郭文貴的話, 就會永遠的損害, 美國政府, 中國政府和美國之音的關係, 我就跟他說, 我說, 中國政府跟美國之音還有關係? 我就告訴他, 啥關係? 我就說你跟他們說, 美國之音跟中國政府沒關係, 我們只是做報導, 所以這個話是傳回去了, 之後他們找我的上級, 美國之音的副台長, 就去跟中國大使館勾兌, 勾兌完了之後呢, 下來, 勾兌完了馬上給我打電話, 當時就在你, 我正在採訪中, 他給我接電話, 我說我不能在這接電話, 我必須到外面接電話。 說到這場下, 我給你打斷, 你當時讓我最不輸的其中之一, 你打電話, 就這樣捂著, 然後出去, 然後這出來說, 咱們下去通電話, 從我們家十八路下去, 我覺得你對我是個侮辱, 你知道嗎? 我們家那麼大, 九千尺, 然後你可以去撒露臺, 你可以去不同的房間, 我也不會聽你電話, 你幹嘛下去打去啊? 哎呀小線, 特別是你們這個年代的, 就李克強年代, 王岐山年代, 明目張膽著, 明目瞻膽著, 幹壞事兒, 直接欺負人, 還捂著手機下去了, 沒了, 走了。 這個時候呢, 和平過發信息, 和平說, 怎麼樣? 聽說, 國內壓力很大呀, 外交部在施壓, 我第一次聽到外交部施壓, 國內壓力大, 是從和平那聽說的。 所以我告訴你啊, 你那個團隊的友人, 給和平隨時報告, 和平一定我懷疑啊, 跟國內有溝通, 連你都不知道, 我不知道咋回事兒, 我弄不清誰, 然後你那叫什麼, 來了一個人叫什麼, 雙斌一個人。 咱們就不說這些事情。 你不讓人說了, 他不讓人說了啊, 來了一個人。 我當時還問他, 這是誰呀? 他說, 一個主持人。 我耳其說, 這個人, 怎麼知道? 我現在想了小夏, 為啥和平後來呢, 拿著共產黨, 數以千萬的錢, 砸鍋, 反爆料。 而且這個, 微微知音, 連你都不知道的直播狀態, 他知道。 這個背後, 我從來沒說過, 咱和張晶, 你這說到張晶了啊, 你知道, 很多戰友問你的啊, 很多戰友問你的。 我到時候問你, 我說小夏, 我說誰是張晶啊? 我當時你記得, 我還說錯了, 我不叫張晶, 我叫張晶, 是叫張謙的。 然後, 然後你問我, 你再說一遍。 然後所有人都看我, 你們所有人都在看著我, 我站著, 我說張晶, 還是張謙, 你說, 你說錯了, 你再說一遍。 我說張晶啊, 也還要說, 最起碼三遍。 這個時候你旁邊誰我忘了說, 你說是不是叫晶啊, 我說是張晶, 他好像是國內來的, 我站你們當事務官, 你說張晶, 別說了, 你就這樣, 不說了, 不說了, 特別頂到的地方, 別說了, 我這啥意思啊, 不知道說了, 你為啥當時我說的張晶, 你就不讓我說了呢? 我很簡單, 這個事情是, 我有責任, 我作為一個工作人員, 內部工作人員, 我有保護我自己團隊的責任, 我有保護我同事的責任, 我也有, 就是說不能, 也有保護張晶, 當然有保護所有人的責任, 你們咱們保護人家東方, 你保護人家張晶嗎? 我為什麼保護保護東方, 當然保護東方了, 我真的, 就是說我的團隊, 我的所有人, 我有責任保護他們, 我也有責任說, 什麼事情沒有經過真正調查的, 我不會說, 到現在我也沒有說過一個字, 我也不說這個事情, 儘管我知道很多情況, 這個情況也讓我引起了非常多的懷疑, 但到現在呢, 我也在等待聯邦政府的調查結果, 但是美國之一一直在壓著說, 我們只調查你們, 我們絕不調查任何管理人員, 美國之一跟國務院也這麼說, 就是BBG, 跟國務院跟所有說, 我們這個事情只調查記者, 絕不調查管理人員, 所以到現在呢, 我們的律師對他們提出最大的意見, 就是說, 為什麼你們咬定堅決不調查任何參與有關的管理人員, 因為管理人員的責任, 如果你說這是責任的話, 同樣的大, 但是他們堅決不調查。 現在我要跟你說, 說到這兒我要跟你說一下, 我要告訴你們, 今天就是帶出一個事實來, 也就是昨天我在一個咱們台灣, 國內日本, 很多人都在關注的, 大概幾百萬的一個群裡邊, 那麼這些人都是海外的群, 他們昨天應他們其中一個群主要求, 對今天的這個訪談, 他們很重視, 很重視, 你在台灣的影響力特別大, 然後說這個一些問題, 其中呢, 我要告訴大家, 我昨天跟你們說的話, 我今天就是, 剛才問這些話, 我想告訴大家一個問題, 千萬別忘了, 小夏有時候很有侵略性, 很專業, 但是說實話, 在我眼裡邊, 他是個小天真, 就剛才他講的話就沒講到, 一句重點上, 我跟你說實話, 重點在哪裡? 我不是說今天我替小夏在這兒, 我替他擦地, 我替他洗牌, 我沒必要, 我郭文貴也不可能, 代表爆料革命怎麼做, 我也不可能去這麼做, 沒有任何理由, 什麼意思呢? 從頭到尾的這種, 龔小夏他是美國公民, 他代表的是美國VOA資因, 美國VOA資因是美國政府的, 這個拉稅人給錢的一個電視臺, 專門反共, 支持自由,支持民主的, 你這個本質別忘了, 小夏不是一個獨立的, 不像路德沙羅先生, 我想支持誰支持誰, 你怎麼辦? 他不可以的, 他是有原則, 有法律, 有納粹人, 有很多限制的, 所以那天他得行為表現, 他都是對的, 他要是今天來, 那天來的郭文貴, 我現在你想說啥我就幫你報, 害他姥姥認誰認誰, 自己就這麼怼去了, 他不僅他不是這個美國人, 他不僅不是美國人, 也不是專業人士, 而且他有大問題了, 他就活不到今天, 所以說戰友們到你問問題的時候, 你不要把人家龔小夏當成你, 你也別把龔小夏忘了他是代表美國之音, 你也別把龔小夏忘了他已經在美國已經三四十年了, 這個問題本質, 我希望來回答所有問題, 你那不是問題的問題, 但有個人化的問題上, 你摸著你的良心, 如果你是美國美國這個中文部主任, 你會幹做什麼? 別在這吹牛, 我告訴你, 這是個本質, 所以小夏你這個問題你要重申, 你那個時候不管做啥, 你對我的爆料, 連我本人都無法預測, 沒有人可以預測到今天, 而且你對我根本不了解, 而且你對這個我要爆料的內容你也不了解, 你執著了前期的調查, 這是你必然的專業, 然後對我進行十八小時的粗魯的無理的問話, 那也說明了你恰恰你的專業, 你維護了美國興奮獨立自由的這個基本原則, 這沒有什麼問題呀, 無可厚非呀, 問題是現在咱要談背後的真相, 你要說說你讓戰友們到底你為啥就給斷了鍋了, 咱有幾個前提小夏, 第一個三小時, 你來了以後我先說, 在你到來之前我最起碼三四次, 你們說時間能不能短點呀, 你當面問我, 郭先生, 可不可以你一小時直播, 兩小時錄播, 我說你要這樣就馬上就停, 我跟你說了吧, 我說小夏, 中方先生, 你要說這馬上就停, 不播了, 必須三小時, 而且我說你不能改, 你要改我馬上就停, 當時情況, 那是你唯一的溫柔的眼神就這兒說, 你說郭先生那能不能, 如果是播兩小時, 郭先生要斷了我們就繼續錄行沒有, 那不行, 那我也不播, 我覺得東方先生手就緊張了, 在那邊, 東方先生說, 郭先生如果真要斷播, 真斷那就斷, 我說你也不能夠啊, 反正大老師, 必須大老師, 後來你說好, 這個時候我看的時候你緊張了, 說實話, 那時候我今天, 我現在想起來很心疼, 就是很多戰友們你們不知道, 當時小夏和東方先生那個緊張, 我一生一世不會忘, 他的恐懼和緊張讓我更加堅定, 這幫王八蛋太壞了, 王岐山、孟建柱, 他們真黑啊, 連美國公民, 連美國店長嚇成這樣, 所以那天我是準備好要爆大料的, 我再跟你說一個消息, 我那天我兜裡放張紙, 你好好看那個視頻, 我那張紙我剛要揣的時候, 你就給我掐斷了, 我那張紙要拿出來, 今天的爆料革命完全不是一樣, 我從來沒跟你說過啊, 我從來沒跟你說過啊, 你不知道嗎, 今天第一次爆料, 你這那張紙我希望有一天, 我當時這個在裡面拿出來。 郭先生先生說的什麼? 郭先生先生我相信會影響美國的政治。 郭先生先生我相信會影響美國的政治。 郭先生先生指上說了人的名字還是什麼東西, 郭先生先生不是, 郭先生先生你現在可以說了吧? 郭先生先生我當時我覺得是, 對美國的政治上有巨大影響, 巨大影響, 我銷毀有四個東西啊, 這個一個是哈德森演講之後, 我幾個絕密的文件銷毀, 另外一個就是那天, 我留了留了留了東西, 這張紙, 是一個美國人拿筆, 左撇子寫的東西, 被美國人給, 被中國的情報人員給得到的, 但是這個東西是演講, 在我手裡邊, 我那天上面就專門就有幾個字, 其實就關於海航和王岐山的事, 這裡邊有幾個間接名單, 我真的想拿的時候, 你就說不行了, 斷播吧, 這就是你幹的壞事。 郭先生先生當時情況怎麼樣, 做惡呀! 你算了吧你, 都是你惹的事吧, 我們工作都惹沒, 你還說呢, 這是我沒抓你算賬。 郭先生先生當時情況是這樣的, 頭一天就叫我, 就說打電話叫我, 我下次所以下去打電話, 不能在你那裡打, 這是有紀律的, 我有紀律, 我不能夠當著被採訪人面, 郭先生先生這就今天你說了吧, 這是咱倆聊天的好處, 很多人在說這個問題, 包括那些後來和平得意, 我怎麼樣, 我就判斷搞不成, 但是呢, 恰恰說錯了, 人家是有紀律的。 郭先生先生, 因為你是被採訪對象, 我不能當著被採訪對象, 與我的上級溝通與任何有採訪有關的問題。 這是一定的, 這肯定是。 你的上級你確定是華盛頓不是北京? 郭先生先生, 這個我不管, 我只是從哪領工資哪是我的上級, 對不對, 這很簡單。 郭先生先生, 你要偷的領工資呢, 你在王岐山領工資呢? 我會活得這麼慘嗎? 真是。 郭先生先生, 所以你要跟戰友們說, 跟戰友們說, 到底誰是你的領導啊? 是劉彥平啊, 是王岐山, 我還有跟你說一句話啊, 我特別驚訝, 戰友我再跟你們說, 我從來沒說, 這是第一回說, 我今天跟你說, 劉彥平的很多錄音, 我都沒有放出來, 我專門在劉彥平的電話錄音中, 問過龔小夏, 你知道他跟我說啥, 我真沒跟你說, 我定義回啊, 她說我們早就想把這個釘子給他扒了, 後來發現他影響力很大, 所以就算了吧, 這是劉彥平的原話啊, 我從來沒說過啊, 今天是給你的禮物, 真的, 每天我要聽聽錄音。 回去你找找那個, 就是5月2017年5月1號到3號之間的錄音, 哎, 有意思啊, 還有孫力軍那個, 他得跟我一下那個, 你要找事給放上去, 今天我也可以跟你講, 你和東方是要拔的人物, 所以你倆肯定不是共產黨的人, 所以你不用擔心, 肯定不是共產黨的人, 我也沒有擔心過我自己做的事, 我知道, 但是我可以說, 今天就是5月份, 就是這個月, 就是現在, 這是我當反革命45周年的紀念, 我是1974年5月份。 也就是我四歲的時候, 我還穿貨當褲的時候。 我17歲。 你17歲? 對。 你就已經反共了? 我那時候當反革命, 然後你也反革命了是吧? 我當反革命, 所以當反革命當得很早, 那時候是要扎頭的。 你是反人還是反革命, 當時你說? 反革命。 當時反的, 我們那個大字報的名字叫關於社會主義、 民主與法治, 我們說的, 共產黨統治就是法西斯政治。 在北大的時候嗎? 不在北大, 我哪上北大, 我在工廠當工人呢, 當時是, 我是工廠一工人, 當時我, 不是我寫的, 我是地匠木統那個, 但是當時我們就指責共產黨專制, 共產黨政權, 我們叫林彪的那個, 就是那個專制統治, 是封建法西斯專制, 這一句話, 把共產黨全得罪了, 人都抓了。 所以說戰友們, 咱們要看小夏的時候, 看個45年前, 我們很多人可能穿過蝴蝶, 現在更漂亮的, 現在看到夏旁邊帶個蝴蝶, 剛才說的耳環了, 沒看蝴蝶, 今天帶著蝴蝶來的, 她本身她的出生和成長, 就像一個蝴蝶一樣, 她一直在煽動了, 在改變了世界。 了解龔小夏女士的, 問問題的, 或對龔小夏女士有意見的, 特別有某位戰友, 昨天我發了最起碼十幾段的語音, 就說龔小夏女士的, 我沒給你回, 我就想說一句話, 你了解以前的龔小夏嗎? 你不了解, 我了解以前的龔小夏, 因為我最後, 我在劉彥平這兒, 孫立軍這兒, 還國內的各種內部咱的朋友那兒, 得到龔小夏一直以來就是反共的, 大家不要在這兒, 拉仇恨, 全世界都是我們的敵人, 都是爆料革命的敵人, 咱還爆什麼料啊? 咱自己都是自己的敵人了, 小夏這樣的人就是共產黨的人, 你覺得美國有那麼笨嗎? 我不知道我有這麼高層的關注, 我從來沒想到, 我一直覺得我是小人物啊, 就是在這兒。 另外一個, 我跟小夏女士, 我前天來的時候跟她說, 我們頭兩天我有一個照片, 去一個超級富豪家, 這位女士, 她是嫁給一個歐洲來的美國人, 超級有錢, 剛剛她先生過世, 留下了巨額財產, 要求捐助大可捐款法治革命, 最後我要離開的時候, 給我提了一條, 她說Miles你要幫個忙, 我希望你啊, 這個捐款以後呢, 我們都是要求, 這個錢怎麼用大格捐款都指定的, 絕不允許什麼有人啊, 想坐私人飛機啊, 想住豪華酒店不可以, 不能開支, 只用什麼列了七八條, 捐完款可能更多條, 我說我完全同意了, 就帶有方向性目的性的捐款, 這是可以的, C4啊, 然後說, 這個捐款裡面我要加上, 把龔小夏, 東方, 等她的團隊, 七個人, 我說你哪知道七個人, 我都不知道是七個人, 我說我得確認一下, 我都不知道是七個人, 她知道七個人, 七個人, 她等七個人, 她說每個月, 在他們有生之間, 要從這個錢裡, 給他們一份補助, 或者報銷, 或者是給他們資金支持, 我說你怎麼關心這事啊, 結果她說, 因為VOA之音的斷播, 是爆料革命的關鍵性事件, 然後她說爆料革命, 真正讓我開始關注是從419, 還有一個她說, 你讓我知道了王岐山有多可怕, 她說我原來我認為王岐山這個人啊, 還是比較靠譜的, 最近還開明人事, 她說從你那件事, 我覺得你這人太不靠譜了, 然後說關注你, 關注419, 然後關注王岐山, 最後關注孟建柱, 她跟孟建柱多次打過交道, 她說這個人太壞了, 從後來, 這才讓我瞭解中國有多危險, 所以給你們在捐證當中, 就指定你們錢, 這讓我意識到什麼, 我前天跟你說了, 最起碼現在我談過三到四家, 要給VOA所有參與人, 特別說東方先生身體不好, 每個月可以多給一點, 所以說等他們捐完錢了, 我們就可以履行了責任, 但是說明什麼, 你的影響力, 我這樣這麼說吧, 我們自己就在美國幾十年了, 自己吃飯前沒問題我都不是, 但是呢, 我也要說我們到現在為止, 我們花了, 我的媽呀, 真的是吃特別簡單, 生活簡單, 我相信人是無欲則剛, 也沒人買得動我們, 但是呢, 我們確實花了22萬塊錢律師費, 還要繼續花下去, 真的跟美國之音打, 這個事情我絕不…… 二十萬塊錢, 郭文貴給你捐了多少錢? 零, 聽到了啊, 我們對著鏡頭說的, 從開始他們打官司被陷害, 我給小夏女士說過, 如果我能幫助你, 合法的支持你律師費, 你隨手打電話, 我全兜著, 包括你們損失, 結婚小夏每次什麼, 哎, 文貴啊, 千萬別我談這個, 一分錢不需要, 我們不要, 最起碼二十次以上, 有嗎? 我這樣, 我這麼說, 我當時跟文貴說, 我要拿你一分錢, 我職業道德一地雞毛, 一分錢不要。 真的是每次這樣, 說實在話, 小夏就說一句話, 文貴我缺一百萬美元, 缺一千萬美元, 折著個把, 我馬上給, 他絕對沒有, 而且我們倆之前看到, 在咱們的國際新聞中心, 完了以後你送我一碗, 古董, 一個白碗, 當時碗挺不高興, 我說這啥意思啊? 代表王岐山, 孟建鑼, 說郭文貴你完了, 送個碗不就是完了嗎? 完蛋嗎? 我們老家不能送碗, 壞了壞了, 我不知道這個, 我們老家不能送中, 你不能送碗, 你送個碗, 哈傢伙, 哎, 郭文貴你完蛋了, 完了, 還是古董碗, 很值錢, 但是這碗我已經還給你了, 後來我還給小夏了, 鑽不到你越來, 我包裝好, 我還給他了, 我說我從不接著東西, 但是你說, 當時你不能接東西, 說有毒, 哎,我那保鏢真給我接了, 說你看我對小夏你有多信任啊, 我知道, 不是碗, 我也沒確認當時多少錢, 但你送碗我還是接了, 回頭我再還給你, 為什麼? 我對你有感激, 有信任, 這是多麼重要, 另外一個就是, 我後來給你捐錢, 你不要, 我多次給你捐錢, 你不要, 你讓我看清了一個人的本質, 你說我要給那個郭寶勝, 給韋石打電話, 我說我要捐你一百萬兩百萬, 他一把就跪下, 祖宗哎, 謝謝您啦, 一定是這樣, 所以說你小夏, 你與眾不同, 你一定要堅信。 那個事我要解釋第一個那個碗呢, 我現在要先說那個, 那個碗確實是古董碗, 但是是我28塊錢從鄉下逃回來的, 當時是文貴, 文貴說要中午請我們吃飯, 28塊, 28美元, 文貴說中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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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貴說要跟我們吃飯, 按照紀律來說, 美國之音的人, 我們不能吃, 比如吃一頓飯, 五塊錢三明治可以, 但是不能用超過十塊錢以上的東西, 我估計文貴請我們吃飯會超過十塊錢, 所以我預先送給他一個碗, 也就是說我這樣做, 我既留了面子呢, 也不違反紀律, 就是這個意思, 沒有任何別的意思。 我只是這麼簡單一個意思, 我跟我熟悉的朋友都知道, 我是一個這個方面非常嚴謹的人, 因為如果我要拿誰送的錢, 我在美國之音當主任的時候, 那有要送房子的, 有要送什麼, 各種各樣的要送, 我說聯邦政府不能抓我坐牢, 這個算, 你們不是跟我嗎? 所以呢, 我確實是那個, 尤其是我們美國之音斷播這個事件, 這個法律上這個事情, 因為跟郭文貴先生有直接的關係, 斷播有直接關係, 如果我拿郭文貴先生的錢, 我不是不拿錢, 誰要捐錢都可以, 就是文貴先生不行, 因為他直接當事人, 我不能讓案件看的。 郭文貴先生, 郭文貴先生, 你要再說一下張經, 你為啥當時不讓我說張經? 你除了保護他, 你害怕嗎? 他到底是個什麼角色? 我不害怕, 他跟我是應該是平級的, 在美國之音, 我也不說他任何個人的情況, 這裡有法律的問題, 是不是? 但是呢, 對於我來說, 我確實是在沒有任何能夠得到確定消息, 這個背景是怎麼回事, 怎麼說, 我是不能說的, 我的新聞中間這個都是, 比如說, 像問文貴很多事情, 我會問他, 就說中國政府說了你這個, 比如說你腐敗什麼, 這個有沒有, 有沒有這個事情, 到底有沒有, 你到底給了多少錢, 有沒有給, 誰怎麼回事, 比如馬劍案子有沒有受賄, 你說我審賊一樣, 這也有點這個意思了, 但是我得問清楚, 因為中國政府已經說話了, 那麼對於我們來說, 這個新聞平衡原則, 作為一個起碼的一個原則, 那就是, 美國之一能夠提供郭文貴先生, 一個說話的平台, 是不是, 剛才我說, 對中國人民有個交代, 就這麼簡單, 因為美國之音是美國納稅人出錢, 對中國人民廣播的地方, 那麼你整個就是你的這個新聞, 是對美國納稅人要有交代, 對中國人民也得有交代, 兩邊是有交代的, 這是一個非常嚴肅的事情, 所以呢, 我不讓說, 當時您說提到美國之音裡頭的人的名字, 我當時就說大家不要說, 大家不要說了, 就是因為這個中間呢, 我不願意就是引起一些, 沒有辦法查證的事情。 你覺得419到今天, 你被開除, 付出這麼大的代價, 而且被那麼多人質疑, 被五毛, 有組織性的對你進行這個打擊毀滅, 水軍啊, 你說實話, 你後不後悔現在? 我剛剛沒有後悔啊, 這是歷史性事件。 東方先生現在後不後悔? 東方先生是這樣的情況, 東方先生呢就是, 我們沒有一個人有後悔的, 因為大家都是包括寶生啊, 李樹啊, 都是硬漢子, 我的同事們非常非常棒, 我再次對他們表示感激他們付出的代價, 這都是我喜歡的男明星, 絕對是不同的人。 我就跟你說一個情況, 東方先生可能是, 如果要是有點不高興, 可能要到時回去再找我算賬, 我請你吃飯吧, 就這樣, 因為他當時確實是很緊張, 不光是我們不僅是受到美國之音, 來自美國當局的壓力, 我們還受到來自中國的壓力, 這個期間我們能說。 精神緊張是經濟緊張? 當然都會緊張, 經濟緊張你會面, 你是一到那時候, 他再給王岐山打電話要錢了? 這個, 您有電話, 我沒有, 但是呢, 就確實面臨開除, 他們都在美國之音工作了二十多三十年的人, 那麼到這個年紀到五六十歲, 六十歲的時候, 一下丟掉工作呢, 所有這些東西, 這是非常非常緊張的, 大家可以想像, 一個人如果是在六十歲的時候被開, 你這個什麼感覺? 那東方先生在做美國之音, 當北京記者當了三年多的時候呢, 因為北京的情況太不好, 他也很緊張, 他還被派出所拘留過什麼, 就是因為當記者嘛, 所以他得了胃癌, 那麼回來做了大手術, 他是個癌症, 這樣他得完以後, 他要不斷地去檢查, 做完手術以後嘛, 結果美國之音出了這個事兒之後, 他因為精神非常緊張, 一下子出現了心臟問題, 當時就說, 當時就臺醫院嘛, 結果臺醫院醫生要動心臟手術, 美國之音到什麼地步, 他的上級不准他的病降, 說你不能請假, 是張經嗎? 不是張經, 另外一個上級, 他是侵犯人權的這是, 侵犯人權, 當時就說不准假去開刀, 心臟開刀到這個地步, 結果呢, 不僅這樣, 他們還跑去國會說, 說我們的人裝病為了躲避調查, 就有這麼壞, 壞到這個地步, 我是難以想像的壞, 這個事情我跟你說, 我之所以不原諒美國之音, 這是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我絕不原諒他們, 因為這樣進行迫害呢, 連共產黨底下現在都已經不那麼多見了。 我希望你這事兒, 你得給東方, 給大家一個說法以後, 不能拉倒的事兒。 我絕不拉倒, 這是我是非常頑固的湖南人, 有事兒一定打到底, 今天妳說出來了, 大家會等著給妳記住的, 妳一定要給東方, 太欺負人了, 我們堅決地支持妳, 站在妳旁邊, 然後妳說東方, 妳怎麼讓他不高興呢? 妳剛才說, 妳說這樣就不高興了嗎? 因為東方也是個硬漢子, 很多時候呢, 這個事情呢, 大家就是, 就說我自己的事兒, 我擔著, 他們也就擔著, 東方一直在擔著這個事情, 也沒有對外邊說, 他推特很多很多粉絲, 他也沒有說過, 所以今天我在這裏說了出來, 東方的情況就是這樣, 那麼他現在目前身體還不錯了, 我也希望, 就大家都希望, 那個能夠, 他經濟上怎麼樣? 就是現在他還沒有被開, 只有我一個人被開掉, 所以我那個損失工資是拜您的福, 但是他們現在, 但是他們非常緊張, 他們隨時每一分鐘, 都有可能被美國之音開掉。 我跟妳說小夏, 我當著電視, 所有的咱們朋友的戰友們, 我莊嚴地向妳和東方先生說, 只要是美國法律允許的, 跟任何人沒關係, 郭文貴本人也有關係, 你們造成的經濟損失, 造成的禁止, 一輩子我郭文貴都承擔, 只要是合法的, 只要你們需要, 前提只要是合法需要, 永遠記住東方先生, 只要是給你們造成的損失, 你們是團隊的, 一輩子, 我保你一輩子, 你美國政府不發的工資, 我又不發的工資, 只要我合法會給你的, 我馬上給, 我向莊嚴地承諾, 我隨時一次性可以給你存在一個帳號去, 存到這個美國政府合法帳號去, 這不是寫黑錢啊, 我沒有王岐山那本事, 把中國銀行開到家門口去, 但有一條笑笑, 我希望你真的要記住, 你真的要對得起你的良心, 要保護好你所有的兄弟姐妹, 他們真的不經意間創造了一個偉大的歷史, 到現在我不相信有多少人, 意識到了這件事的偉大, 和平永遠不會這麼認為的, 和平就是玩錢, 他不認為有理想和情懷, 我相信這裡邊有情懷, 特別是東方先生。 郭先生這麼說吧, 我心領了, 我也代表大家心領了, 但是我跟所有, 我們達成了一個共識, 我們就是美國之音, 我們幾個受迫害的記者, 我們達成了共識, 我們自己頂得住, 我們一定自己在那頂得住。 郭先生那是為什麼你有一次你經常問我, 你說這個文貴, 這個有沒有我們團隊裡邊跟你要錢的, 你問我這話啥意思啊? 郭先生因為很簡單, 在美國之音調查的時候, 把我們個人的那個情況, 就包括個人的家庭財務, 全翻了一個遍。 郭先生你錢藏著還真不錯, 沒翻著是吧? 郭先生我手下管這麼大, 一個美國之音一年一千多萬的, 他們沒查出一個籽來, 我覺得我也比較驕傲。 郭先生高, 或者叫簡約生活, 也就是這個做到無欲則剛, 人家買不動我, 沒有什麼可買的, 因為我沒有什麼需要的, 所以呢, 文貴先生也謝謝你。 郭先生, 但是影響其實是我的承諾啊, 另外一個我想, 說到這兒的時候, 小夏女士生活中接觸啊, 很深刻印象, 有一次她來紐約, 然後她說我開車去, 她開了個車, 據說是個急迫急迫的車啊, 這個, 然後開車來, 哗啦哗啦哗啦來了, 然後她問我, 停車停在哪啊? 因為有些停車費太貴, 她說我說那我幫你停, 哎我不能跟你有金錢關係啊, 但是讓我觸動很深, 因為我覺得小夏真沒把我當人看啊, 就是停車費的, 我怎麼知道停車在哪兒扭運啊, 我怎麼知道啊, 挺可愛的, 但是, 就停車費也不沾我, 但是停車費她也很在乎, 小夏女士在生活中啊, 那個節儉真的是, 是讓我看到了就是我們家我哥哥啊, 長輩的那種節儉, 不過到現在, 小夏的穿衣打飯都極為節儉, 吃飯極為簡單, 樸實, 他我就真的是拿了味兒了, 我說, 這麼小夏這樣那個人, VOA這樣怎麼把他給開除了呢? 不可思議, 後來, 當有關部門找我談話的時候, 告訴了我一些真相, 我真的是震驚了, 因為這也不能跟你談啊, 這不是真相, 這是秘密啊, 以後吧, 哎我真的是驚呆了, 就對你們的調查, 和調查方式, 包括剛才說, 東方先生, 這是我真聽的聽說, 連手術都不讓去啊, 以前我還給我講過一次, 都不讓去, 這樣的喪失比共產黨還誇張啊, 是什麼力量, 什麼動機, 讓他們對你們那麼狠, 還把你開除, 你能簡單說, 你認為現在是什麼原因呢? 我想, 跟中國有關的這些事, 大概都是錢吧, 因為在我們這方面, 都是錢的貨,惹的貨。 我們有信念, 我們有信仰, 但是替中國政府服務的人是沒有信仰的, 他們只認錢, 那麼, 我們知道就是, 美國廣播委員會, 和美國之音的高層領導中, 有一些人在家裡, 在家裡, 在中國生意是非常非常大的, 大的不得了, 大到就是說, 跟中國政府合作的關係, 也都非常大, 就包括跟中國政府, 就是說這個, 跟中國的官方機構合作, 大家可以去查, 大家可以上網去查, 信息都是公開的, 而這些年呢, 我其實剛才很想問郭先生一個問題, 也就是, 就是美國政府現在已經查出了大量的, 就是這個, 美國的官員, 包括像, 美國的這個, 國務院, 美國的聯邦調查局, 這些官員, 有中國背景的, 也有些完全沒有中國背景的, 被中國政府收買, 而且這個收買的方式, 現在比過去高級的多, 過去你是收買間諜, 你花個錢什麼的, 現在呢, 給生意, 這生意是合法的, 所以, 這個美國政府現在也正在處理這個事情, 我自己跟國會說的, 我說最起碼, 美國廣播機構和美國之音的高層領導中, 誰跟中國有生意的, 誰跟家裡有生意的, 起碼在做中國問題, 這個中國廣播的決定上, 他自己要回避, 那麼這一次是不僅僅是不回避, 而且是這些, 跟中國有生意的人大力干預下來, 他們在中國拿了多少錢, 他們自己心裡知道。 所以小夏, 你說到這兒的時候, 很有意思, 頭一段時間, 我和一個國內的, 也叫老領導吧, 通稱體制內的人吧, 通電話, 文貴呀, 腐敗確實在國內很嚴重, 你指的王岐山, 孟建柱, 孫立軍這兒人, 確實有極惡劣的代表性, 我很欣賞你的郭七條, 但是現在這個當委會, 反中為目的, 你看看那龔小夏, 韓連潮, 都跑上去講話, 反對中國, 這兒還了得了, 就像那龔小夏, 那李韓連潮, 都在美國政府體制內幹過, 國會幹過, 龔小夏是美國政府的公務員, 那公務員怎麼了? 比共產黨還腐敗, BBG這個做出的決定背後, 哪個沒有腐敗呀? 多少人跟中國共產黨有生意呀? 共產黨腐敗他, 那美國人不腐敗中國共產黨嗎? 那美國人為啥跑到中國來尋求腐敗呀? 中國的腐敗也有美國的份兒, 而且更誇張的, 他說, 美國之音代表了美國體制內的腐敗, 他跟中國腐敗, 跟其他國也腐敗, 這件事情確實說的不是沒道理, 咱不能說共產黨都是壞的, 最起碼說服裏面這些是有道理的, 那我現在說, 你天天美國之音工作, 天天你反共產黨反腐敗, 你咋就自己被腐敗了呢? 你咋就BBT腐敗你就查不出來呢? 共產黨現在抓你小夏你害怕, 那你為啥今天在美國你這是搞不定呢? 你到底能不能搞定? 你有信心沒有? 把BBT的真正的拿錢的腐敗, 把你們給滅口的人給搞出來? 不容易, 說實話吧, 我有信心但是不容易, 因為怎麼說呢? 你要想想中國政府啊, 就是說中國過去在這三十多年以來, 憑著這一點點錢, 甚至把世界給搞定了, 那麼全世界跟中國有關係的政府裡, 你就想想看看這個香港書商這個案件, 瑞典大使被捲在中間, 這是大使啊, 這大使最該代表國家利益的, 你打斷我跟你說啊, 瑞典時間向下, 我跟你講, 這就是為什麼我要跟你說的話啊, 你們看在共產黨這個問題上, 說實的好像突害一樣的毛病, 你們認為搞定一個瑞典大使, 你有多大事嗎? 我再跟你從這邊, 我跟你原來聊過一次, 你們對共產黨的惡和腐敗能力, 和沉默的力量, 像張經這號人, 你完全沒有概念, no common sense, 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在北京的時候, 我是有七星級酒店的, 我好幾個朋友都是有酒店的, 像原來的中國會, 在長安街上, 是四川住京萬人住原來, 後來是被這個香港的鄧永鏘先生, 爵士啊, 我兄弟搞了個中國會展的, 我也是會員了啊, 也算是經常去, 他裏邊有客房的, 在一個四川的院子裏邊, 當年鄧小平就是回京最愛去的地方, 那個裏邊的客房最多的是什麼人呢? 英國駐華大使, 德國駐華大使, 西班牙駐華大使, 就是歐洲餡的駐華大使, 基本上帶著情人, 或者說叫嫖姬的, 都在那俱樂部, 因為沒有什麼中國人嘛, 而且很舒服, 而且裡面的設施很漂亮, 那我是經常在房間裡邊, 見人的時候, 隔壁那個老房子嘛, 咯吱咯吱就響, 然後呢, 我就發現這個安全部的人怎麼都在這啊, 還都當著服務員, 穿著服務員的衣服, 哎呀, 這搞笑啊, 這女的怎麼穿著, 我說女的, 然後, 給我這樣施手勢, 後來就是, 過了我特別處罰啊, 我說你咋在這啊, 說郭先生, 我們在執行任務, 我在點兒上, 他叫點兒, 這叫點兒, 這是我們那個點兒, 我明白了, 啥叫點兒在北京, 就是專門幹壞事兒的, 執行任務的叫點兒, 安全部的點兒, 北京有上萬個點兒, 後來是幾萬個點兒, 瑞典大使, 當年我記得最清楚, 比錢的瑞典大使, 跟著一個比他小三十歲的女孩, 在那裡邊, 搞, 第一次搞, 然後就警察進來, 發給他逮住了, 然後就從那天起, 這人就被聽話了, 這是, 太多這樣的故事了, 我就拿了夢了, 為什麼西方世界, 現在拿這麼一個事兒當事兒了, 這根本不是事兒, 但是呢, 我要說, 這就是你怎麼認識, C19段故, 你對張晶的認識, 到現在你都抬不上這檯面來, 我不會說這個, 我有紀律, 到現在我就知道, 你那個紀律是, 你可以有紀律, 但是你想想, 剛才我問你的話的原因, 是多大的力量啊, 能讓你斷撥, 還能讓你開除你工作, 還要大跪下你, 還要讓你繼續讓東方, 手術都不讓你去, 這是美國是中國呀, 中國都做不到, 我再補上一句, 東方後來因為我們的律師干預下去, 就說, 這樣的還是讓他去做手術了, 這是第一個, 沒有說沒做成, 所以他的身體, 那他阻擋了嘛, 對, 律師出面, 沒有律師出面, 連擋都擋不住,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你記得當時, 你說我審賊一樣審一個兩天, 我問過一個很重要的, 你給我一個很重要的答案, 我一直在追尋這個, 就是說, 你說盤古有一層是國安的, 到現在還在那裡? 對, 我還找人到北京去, 他說你們上電梯看哪一層你上不去的, 恐怕就是那一層, 你們看看那一層裡頭什麼情況, 這個事情我一直在調查, 那麼國安拿了那一層的, 你在做什麼? 這個我進去過幾次啊, 但是他們隨時調整了啊, 比如說, 是你上不去的, 沒有在電梯裡邊, 盤古的那個主樓, 主樓在設計的時候, 是很多人不知道的, 你可以到北京官網上去查一下, 可能查出一些來, 可以說是全人類上最複雜的樓之一了, 專門有一個電梯是給我上的, 就是我直接下去, 直接上, 中間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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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扣子了, 因為你打不開那門都給封住的嘛, 直接到我辦公室那一層吧, 那麼同時地下有五層, 五層, 最深的下面的五層是七米層高, 七米層高啊, 你想想有多高吧? 咱們這塊大概五米多, 這邊有六米, 七米層高, 整個下面, 我們一層是3600平方米, 也就是將近四萬尺了, 你知道嗎? 一整層, 大空間, 往下整個往北鋪, 我們盤古那個樓是多大的樓, 你知道嗎? 我們是770米南北長, 建築是500米, 就整個下面是連著的500米, 在地下室的三層, 有一大部分空間, 就是國家安全部的, 就在你建設的時候, 就是我們還沒蓋完呢, 你就拿走了, 然後就是往裡拉設唄, 這個大屏, 而且最誇張的是我們封頂沒多少天, 這麼大一個球形的監視儀, 就在這龍頭上去了, 就那個地方是唯一我沒有去過的地方, 這個監視儀啊, 聽說這個地方牛了, 這個地方是最天上用的衛星, 當時為什麼當時發聲, 我知道這個厲害呢? 當時用了自行車賽, 還有馬拉松賽, 樓上出了問題了, 說這個賽搞不成, 為什麼? 就得靠這個發指頭, 那麼另外一個就是監視, 說當時這個監視功能太強了, 整個樓當時把我都撿出去了, 說拿了一堆基礎人員在做工作, 是由北京式安全局和國家安全部和三部共同來管理的, 那麼下面安全部的這個辦公室, 因為我去過幾次, 我親自看過他們在昆仑飯店, 長城飯店, 還有老北京飯, 北京王府飯店, 還有一個這叫北京安全局, 叫三處叫酒店處, 它叫酒店處, 專門在酒店安排的保安啊, 保衛經理啊, 監控路線啊, 房間臥底是乾這個的, 這個裡邊是肯定酒店處在這裡有設施, 還有一個就是國際監督美國歐洲的, 為什麼? 對美的八局, 七局六局的人經常來, 所以說那不是開玩笑的呀, 所以說這個劉彥平跟我見面的時候說, 他說文貴啊, 你這盤股給我們做了很多貢獻啊, 你是自己人哪, 咱也是家, 不是是啊, 咱是自己人哪, 我說能不能把自己人給放了嗎, 把我家人給放了嗎? 所以說我告訴你, 共產黨的這個手段, 大家完全不了解, 到現在我見過美國軍方的和FBI的情況, 就沒有人真正了解這個系統, 他不知道在每個超級酒店和項目的背後, 中國企業家是沒有選擇的, 你根本沒有控制權, 這是我一直在跟, 我跟美國國會很多人都說, 很多議員就說的, 對,我給你補充一下, 以後你再跟他們說了一句話啊, 叫他查, 中國有叫什麼呢? 叫什麼呢? 叫做空防工程, 叫人防, 人民防空工程, 每個樓都有, 我們盤股和金泉, 樓下都有大概幾萬平方米的人防工程, 人防工程基本在這些地方, 都是安全國家情報所用, 你記住吧。 對, 當時我的問題就說的就是這個, 因為上次, 我就在那個中間, 咱們談了那十幾個小時以後, 我當時沒有記筆記, 按照我的承諾, 我都不能記筆記, 但是我腦子記得很清楚, 所以回去呢, 有好些問題我一直在追, 就包括我問過你很多次劉志華的案件, 這也是我一直覺得那個案件特別重要, 那麼還有呢就是這個監控系統, 因為您跟我說到這個盤股這裡頭, 我這一層用來幹什麼的, 是不是每間房都有這個監控系統, 是不是用來盤股有制高點, 用來監控北京, 不止北京, 絕對不止北京啊, 這是很大的網絡。 更大的問題就是在這中國監控, 大家是預料之中的, 香港, 台灣, 特別是您說過, 香港的很多國安擁有的酒店, 他們在中間, 他們的監視情況, 因為我在, 我在美國政府部門工作一段時間, 我在以前在美國政府的各種, 一些國際機構也都工作過, 這裡有, 美國政府有一些指定的酒店去住的, 我就很想知道那些裡頭, 比如說香港的Sheraton, 這些酒店裡頭, 有沒有中國政府的監控設備? 一定有, 我給你九十簡單的例子啊, 昨天我看了台灣的節目, 叫《政經關不了》, 原來叫《政經節目》被關了, 還有黃岳洪先生的節目, 我要跟他連線, 我要跟他連線, 最後他們真的太天真了, 我跟你說, 剛才這個監控節目, 哪一年啊, 2006年的6月6號, 劉志華被抓, 我們大概是八月份回到工地, 也就是八、九月份的時候, 就是安全部地下運行, 我下去一次, 就我下地下室, 看他們就人房工程叫做的, 還有一部分, 不是人房工程啊, 被他們弄的, 銅牆鐵壁的, 當時那是一米八的牆後, 按照他們要求做出來的, 我下去一次, 喝多了, 也是喝多了下去, 你知道那個鏡頭上, 你知道他們, 我跟他們講, 我說你看, 我們這個李祖元大使, 設計這個樓的時候, 連他都不知道你們有這個空間, 然後在那說, 他說李祖元, 他剛才李祖元, 剛回家呀, 剛看到回家, 下車了, 我說什麼意思啊, 他來北京了, 你看, 啪, 就給切換出來了, 當時李祖元先生最早辦公室, 是在臺灣的叫敦士南路, 叫紅果大樓, 從紅果大樓搬, 因為這個紅果大樓被政府給收了, 他就搬到了另外一個住的辦公室, 我都不知道在那兒, 李祖元大師從下來, 坐了一個新的寶馬車, 他買了一個新寶馬, 新寶馬車, 然後就是一個錄像, 李祖元先生走了, 我到時候真的是, 讓我是起雞皮疙瘩了, 原來臺灣也在你們監控之中, 哎呀, 他說郭先生, 你裝糊塗了, 他說讓你看看啊, 美國, 啪一打開, 就那個白宮的西南角, 西南角, 就是那個國務院的西南角, 是在一個車上, 那是一個車上的啊, 一個好像賣東西的車上應該是, 一個廣角鏡, 它不是固定的啊, 但是非常之清楚, 就對著那個白宮那個廣角, 你知道, 大概在180度左右吧, 就這麼一個角, 握在被兒去, 而且還有聲音啊, 但不是光有圖像啊, 因為監控都是有圖像, 雷聲音啊, 他的聲音是激光的, 即時的, 那完全不知道啊, 誰的聲音? 就是那個現場的聲音, 而且他的聲音就像那個雷達一樣, 他掃到哪兒吧, 他可以定下來, 而他的聲音就多, 最讓我記憶深刻的事情, 當時是, 那個時候應該是誰的, 那個是, 小布什的時候應該是他總統啊, 他那個白, 咱們知道的, 白宮的蜥蜴是大的, 國會那一部分, 那個柱子, 柱子的上面, 那個有那個點兒, 那個點兒狀, 他們都放大, 郭先生這個窗子裡邊, 剛剛有人, 就在談論我們中國奧運會的事兒, 我跟你說這啥意思知道嗎? 白宮到台灣, 然後讓我看了日本, 日本是一個什麽縣啊, 我這忘了, 泰國, 澳大利亞, 俄羅斯, 挪威, 我一看, 這全部在監控之中啊, 所以我再跟你說華為啊, 當時就跟我說, 我們的華為未來, 在全世界任何一個地方, 你想看誰就看誰, 我記憶太深刻了, 所以你們現在還談, 能不能被監定和監控, 那太容易了, 為什麼海航買希爾頓酒店啊? 為什麼海航要在全世界的城市的制高點, 它不是來監控你來了, 那是一個運作中心, 那麽, 白宮如果是西南角對的, 那一定是對著白宮西義和行政大樓, 對, 就在那個路邊上, 它是有一個車的感覺, 這麽對著, 如果是這樣的話, 白宮行政大樓正好對著白宮那一面, 你知道那是誰的辦公室嗎? 國家安全事務, 這我這不知道, 我去過, 你別泄密啊, 我不泄密, 叫張靚抓著你把柄來, 那個不是泄密, 白宮那一溜, 是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辦公室, 我知道, 白宮西義西面對的, 就是強, 那麽我回去, 我從來沒說, 我第一次說, 我第一次說, 我今天戰友們, 我第一次說, 我第一次說, 現在我跟美國很多朋友見面, 我這時候所有的問題, 到今天, 在我說419, 419喚醒了美國和西方對中共的邪惡認識, 但是419到今天, 也沒發揮到它最大重要, 只是剛剛開始, 你看看到現在你還這麽認為呢? 你是不是都被開除了, 你還這麽認為呢? 共產黨都把你滅了, 能指揮到張靚到現在, 人家能把你開除, 讓你不去做手術, 讓你幾乎是沒有人亡, 幾乎家破, 你還在這麽討論法律呢? too high, too popular, 就像那個曾經關不了的, 彭文正先生, 好友坐在那兒, 在討論共產黨要幹啥, 你已經被人家幹掉了, 你已經被關了, 你還在這麽討論呢? 共產黨犯法, 我絕不犯, 我會完全不犯, 你恰恰你說錯了, 什麽叫法? 美國的法他在犯法, 不是你在犯法, 這叫抓他犯法, 台灣被他堅固, 他犯法, 怎麼叫咱犯法? 我就說一說共產黨犯法, 但是說在白宮系, 那前面我記得很清楚, 大概一共就四輛車, 那一共就四輛售貨車, 那是可以找得出來的, 我回去就找, 我今天回去就找, 你趕快看別跑了, 你趕快跟美國政府說, 別讓他們跑了, 那一共就四輛售貨車, 肯定是一個售貨車, 因為為啥我知道, 旁邊那個小女孩, 結果說, 他說你看看咱們這, 他說這售貨車, 那隨便換一個都可以上去, 還我說這個你這麼厲害, 那奧運會嘛, 他說我們現在在西藏, 從過去的六百, 現在變成了十六萬, 六百啊, 十六萬, 十六萬, 在一個西藏, 所以我到西藏去的時候, 我特別注意啊, 還我說你們這個十六萬, 因為都是當時軍人安全陪著我, 進去看各個地方, 就你們這遊客不能去啊, 我們去, 然後我問他, 我說你們怎麼, 監控這些地方咋看的, 結果我才發現, 他們是用消防隊, 你哪都是用消防的, 什麼廟啊, 我這裡跟你維護消防啊, 所以消防進來了, 消防想在哪啊在哪啊, 所有的喇嘛上廁所的地方, 那事實上是最多的地方, 最多的地方, 那真的是我看的多了去啊, 你不能看, 你現在你想看有興趣, 真讓你看, 你一會兒就煩了, 他攝像頭就對著馬桶的, 他就最關注就是你生殖器, 嘩嘩的尿, 跟那瀑布似的, 你老看就噁心了, 因為他有什麼情報價值? 太有價值了, 這個你不懂了, 這個事董喬好人就知道了, 任何一個在西藏最核心的, 就是你脫了衣服那一刻, 你身上的特徵, 還有你身上藏的東西, 還有一個就是你的性生活, 這真是一個人的核心秘密, 所以說很多外國人啊, 到中國去到洗手間打電話, 到洗手間洗澡有個案件, 連領導人都是這樣, 頭兩天一個, 當委會的一個人說, 哎,郭先生你知道我到中國去, 我都打電話, 從來在洗手間打, 我在幹什麼洗手間打, 我就笑得趕快笑暈了怎麼辦? 我說共產黨關注最多就是洗手間, 你問問那個北京叫沈瑞士酒店, 布什去採訪, 布什房就住那兒了, 去之前全封了, 那是美國酒店, 他總有套房, 在他去封之前, 整個房間, 美國政府查了很久, 但他忘了, 他真不知道, 這就是我們的高規先生管的啊, 當時, 就他那個樓上樓下, 佈置的人和設備, 都是驚天的數字, 從以色列專門跑過一次, 專機拉回了一套新設備, 在這用, 所以說, 你也好, 美國的朋友也好, 西方世界, 對共產黨的邪惡, 你們太不當作, 你們太不了解了, 你看那個新疆, 我最早說了, 我說抓了十幾萬, 二十萬, 五十萬, 而且關監獄, 集中營, 我最早說到現在, 那個鷹蹄啊, 我老叫人家鷹蹄, 他都沒有說書, 沒重複, 他看看我以前說的, 我說是抓兩百萬, 現在已經放出幾十萬了, 這是我們大家努力過了, 你也做了很多努力, 所以我想跟你說什麼呀小夏, 你沒有人了解共產黨的邪惡, 你到現在還太天真, 還在懷疑呢, 都已經發生了, 我沒有懷疑這個事情, 但是我們天真是福氣, 我們在美國可以天真, 我們天真的, 但是現在對你不是福氣了, 這樣是災難, 你已經被開除了, 你知道嗎, 你再確認就不是福氣, 叫你命了。 這是很重要的, 我自己的事, 咱們先不說這個事情, 最後是, 美國政府最近這兩年, 據我知道的, 美國政府對中國的所有這個事情, 就了解的越來越多, 特別對中國這個監控線, 對華為, 你別說完全不實現, 越來越多, 我現在說的是一個相對而言, 那麼我想問這, 你在這中間, 像您自己提供的所有這個情況, 在這中間有多少貢獻? 郭文貴先生, 我想就貢獻, 貢獻不了, 你以為共產黨, 你想貢獻就貢獻, 你太不了解中國體制了。 我不說您在中國的貢獻, 是對美國情報部門, 和美國政府對中國的條件。 郭文貴先生, 那以後能夠歷史說明吧, 我給你講最簡單, 就是去年我給你見面那一次說, 就那個郭寶勝那個爛人說, 我們那個黑愛德姆酒店, 黑愛德姆酒店是不是華盛頓最牛的酒店? 郭文貴先生, 最有利, 最貴的酒店也是, 在那邊見了他, 我算倒了沒了, 我瞎了眼了, 就在見面的頭幾個小時, 我跟某些部門開會, 我當時就告訴他, 我說我那時候沒有人說華為事件啊, 他竟然問我, 啊華為怎麽怎麽事, 我說我告訴你, 不僅華為, 如果蘋果手機你查不出後門, 那說不定蘋果你出大事了, 我告訴你, 只要在中國加工過的電子產品, 全有後門, 全有漏洞, 華為就是PLA, 他不是什麽工作於PLA, 和PLA有什麽合作, 他就是PLA, 他就是三部, 他就是在西山下的三部, 他的總部, 西山三部招待所, 就是他開會去最多的地方, 地下工程就是他的工程, 我說你沒搞明白, 我再告訴你的事情, 中國所有的老私人企業家是沒有選擇的, 你的建築, 你的生活, 你的金錢, 你的企業, 是被他綁架的, 為啥盜國賊啊, 讓你幹啥你幹啥, 而且你相信共產黨說, 這公平的說, 包括馬雲, 說你現在你跟我合作了, 包括任正非, 你啥都可以知道, 絕不可以, 你還是外人, 在這個生理上, 你還是外人, 在心理上, 你更是外人, 你不過就是一個, 我用的比較順手的工具, 在法律上, 我把你套出來, 內部, 你叫入黨, 說白了, 跟倆同睡一張床, 你必須得跟我發生性關係, 染上艾滋病, 我才相信你, 扛過一個槍, 上過一個床, 然後有共同的錢, 在共同嫖過, 共同賭過, 還有, 你的秘密我都知道, 我的秘密你不能知道, 你的事我都要知道, 我的事你不能知道, 我看太多了, 那馬雲去開會的時候, 那跟狗一樣啊, 都這樣啊, 哪個人進去都, 那李彥虹的啥樣啊, 就直的, 你看他生活中, 啥人進去都是彎子進去的, 那連歌長之後, 我也跟你說什麼, 中國企業家被利用程度, 是西方完全沒有感覺的, 第二個, 西方把間諜和被綁架利用, 和被強迫利用, 和徵召和希特勒時代, 1932到1938年, 他完全是沒幹的, 另外一個, 他完全沒概念, 中國共產黨, 對西方和美國的這種, 間諜和技術物理上的滲透, 那是國家行動, 就像你的VOA一樣, 我想說到這兒小夏, 你根本沒有, 你糊塗你, 我說到這兒VOA什麼概念? 它不是你的事兒, 它不是你VOA的事兒, 這是共產黨和美國政府的事兒, 它不是一個張晶, 那張晶的背後有張晶的爹, 張晶的媽, 還有張晶的老婆, 還有張晶的領導的老領導, 多少層呢, 他跟劉彥平, 他給人舔屁股輪不著他呀, 而劉彥平的孫子這孫子都能把他領導了, 為什麼劉彥平一激動, 說出沉默的力量, 他激動的是威脅我, 你別跟我鬥, 你鬥不了, 他牙根沒想到有沒有鬥得了啊, 你看他給我刷的傲慢, 我一說到那個說, 能不能叫中國人有法治自由, 哈哈哈哈大笑, 你在開什麼玩笑, 你給共產黨講過, 他這種傲慢, 他才講出了你的張晶, 那你現在看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告訴你小夏, 絕不那麼簡單了, 這個背後, 我相信你們的安全, 包括今天東方先生, 你們都沒意識到啊, 包括你的咱們虎城, 李肅啊, 你們的安全絕對不是被開除那麼簡單。 我就這麼說吧老郭, 我早就做好這個決定了, 我反正跑不過子彈, 我們那時候是有, 就我們收到那個死亡威脅信, 說要用子彈對付我們, 然後大家說這怎麼辦, 我說怎麼辦, 你跑不過他, 你跑不過子彈隨便去吧, 我就, 反正我, 這肯定不是王岐山莫建築幹的, 他不願意幹這事, 也不是王建篪幹的。 但是我現在要問一個細節的問題, 就當時, 您跟我說過, 劉延平說早上, 之前跟你說過, 你絕對播不成會斷播, 那是什麼時候說的? 我第一次說的時候應該是, 你來了之後, 你已經到了, 到了這個17號, 17號晚上, 17號, 他那兒早上時間嘛, 他跟我說的嘛, 播不成, 然後4月18號的時候, 我們倆再通電話的時候呢, 他就說, 就是這個, 我太太問女兒來, 然後這個直播就不要播了, 你播不成, 你肯定播不成, 而且, 我也不希望, 因為這事給我協調帶來多的麻煩, 我不有這段這個放出去嗎? 我知道有, 我現在就是當面再問的, 但是說張經事咱斷國之後, 怎麼樣, 你播不成吧, 怎麼樣, 我們沉默的力量, 那張經事是我們的人。 對, 咱們倆現在對的一個時間, 因為這個時間很重要, 我呢, 第一次接到美國之音說建議, 美國之音從來沒有下命令, 但美國之音的領導先是建議說, 領導誰? 你說這個領導, 張經嗎? 他不是我領導, 就這麼說, 他不是我領導, 現在是到台長, 副台長那一級吧, 第一次是17號下午, Amanda在旅遊當時, Amanda 她不是在旅遊, 她是非洲出差, 但是她直接干預這個事情, 那麼第一次是17號下午, 那個1點多鐘, 我接到電話說, 你這一個採訪不止兩個簽證, 兩個簽證就是美國之音在北京有兩個簽證, 那就是, 這時候就是說你到的時候, 就是劉彥平她的咱們的晚上, 她們的早晨說的時候, 說你播不成, 我們那什麼協調集團你播不成啊, 你幹嘛啊, 幫助你的這個協調的這個主力啊。 那麼第二次, 就是當18號那一天, 中國大使館一直在對美國之音打威脅電話說, 你們要承擔後果, 這樣呢, 我就說這時間很重要了, 我在下午3點多鐘的時候, 當時在你家的時候, 我就接到這邊領導來的電話, 開口就說, 就是領導, 我不說人名字, 他們自己知道是誰, 第一開口就說, 你必須的取消這個採訪, 我當時是這邊, 我從你樓下下去, 有個很有意思的細節, 這也是我第一次說, 我跟東方一塊下來, 我從來沒有單獨跟他們打電話, 所以都會有人證的, 跟東方一塊下來, 我們找不到地方打電話, 因為前面前廳太小了, 不能吵人家, 我們就說, 那過馬路到中央公園打去吧, 後邊跟著一對中國人, 跟著一對人, 這不是一個, 那太多了, 當時在我家樓, 現在啊, 就是有官部門告訴我說, 在我家樓上住的, 住的, 樓下住的, 對面樓裡邊, 潘石屹樓裡邊, 可能啊, 還有對面正在裝修的一個樓, 酒店的樓, 在我家中間說, 隨時不第一二三十個人, 在監控著我, 現在皮膚顏色都改了。 當時後邊跟著一對人, 直跟著我到中央公園, 我為了不讓他們聽著, 我跟東方兩個就轉著走, 就一路打, 所以這個情況也是有點緊張。 不是,那時候你為啥不報警啊? 我報什麼警樓, 我跟領導對話, 後邊就是旅遊的, 我沒有辦法報警, 警察不會管, 我也沒時間報警。 那時候我們的同事, 王彥平出去到中央公園, 那後面一堆人跟著, 這待遇相當高, 你知道嗎? 我就跟, 當時我就跟領導說的很清楚, 他們說你必須取消掉, 我就告他門兒也沒有, 不行, 必須取消, 就這樣的事實, 你們的這個VOA還不去懲罰, 不去調查? 他說我們有權取消, 因為他們是, 就必須取消, 那你有權你為什麼這麼做? 但是, 有權你下命令啊, 他們不敢下命令, 他們就說我建議你取消, 我說我不接受的建議, 門兒也沒有。 對呀, 你有權利不接受的建議啊。 所以呢, 完了之後, 就是我跟他們一路在吵, 他們就跟我說的是這個情況, 說你這個採訪, 他們不知道我採訪什麼, 他說, 你不許談任何與中國的間諜安全國安部有關的問題, 不許談任何跟腐敗有關的問題, 那我說我怎麼說, 我就說, 這跟劉彥誠說的一模一樣, 口氣都一樣。 咱們現在第一次來對這個情況, 我們第一次對, 我當時就說, 我說這怎麼行啊, 我採訪郭文貴, 我當時就說, 你是哪來的賺多少錢, 你們家受了什麼, 他說說你們家情況可以, 我完了之後就說再見了, 沒事了, 我說這是不對的, 我說中國政府已經花了這麼多力量, 但是當時我這麼做, 我是代表國之音立場的, 對不對? 所以當時後來, 後來一路打電話過來。 郭文貴先生, 我那兩年咱倆坐這兒, 聊這時候, 你那家講當時搞得太可笑了, 剛剛剛拿著威威的小牌, 離在我後面, 我們必須要有威威啊! 對, 他前面有任何規定這些細節, 我就不說了, 我就不說這個細節了, 但是呢, 完了之後回來, 你記不記得我做了一件事情, 我下來以後, 對所有在場的人說, 說誰也不許接電話, 通通給我關電話。 郭文貴先生, 因為呢, 他們打電話, 挨個人去威脅。 郭文貴先生, 我記得非常清楚, 那麼我就說, 誰也不許接電話。 都不要接電話了。 郭文貴先生, 特別粗魯啊。 郭文貴先生, 那沒有辦法, 那確實在很緊張的時候, 你知道, 為什麼還有那個什麼, 後來我們知道的情況, 找不到我的人, 就去找, 就是節目的編輯張, 就是寶申, 寶申是負責編輯的, 跟寶申說。 郭文貴先生, 他們怎麼做, 那個, 後來他們說, 你讓, 公小夏知不知道, 他在那邊, 他要被切斷, 他不知道, 不知道的情況, 要把我切斷, 15分鐘, 15分鐘, 我開始15分鐘, 我開場是拿的, 中國外交部的發言這個, 就這麼開場的新聞, 15分鐘, 15分鐘過掉, 他竟然能夠下這樣的命令, 不是命, 也是建議, 他們不敢下命令, 說建議, 就這麼把15分鐘切掉之後, 補一個不同, 我們還在這邊, 糊裡糊塗的照樣採訪, 就根本不知道這個事兒, 結果呢, 被寶申拒絕了, 寶申說, 這建議不能接受了, 當然是, 非常偉大的寶申, 非常偉大的寶申, 非常偉大的寶申。 寶申, 中國人民會永遠記住你的偉大, 永遠記住你的偉大, 這個真的是, 東方先生, 還有我們李肅先生, 還有背後幾位漂亮美女, 從來沒有出過境, 下邊還有更精彩的事情, 這個事情說起來是, 結果呢, 當時晚上回去他們又給我打電話, 這是我電話就開了, 可以就打電話了, 他們那邊幾個, 我們這邊三個人, 他們那邊三個人, 六個人一條電話線, 就他們的領導就在說, 你要切掉, 我門兒也沒有, 就沒什麼說, 門兒也沒有, 就門兒也沒有, 他們就跟我談, 我說的, 因為第一個小時是, 我們是, 永遠是直播的, 第一個小時, 時時大家談是, 後邊兩個小時是這個社交媒體的, 社交媒體是另外一攤, 我們就在談, 他們就說15分鐘, 30分鐘, 我就告訴他們, 門兒也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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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基本上是這個話的, 那麼吵吵吵吵, 到後來, 吵得叫一塌糊塗, 結果東方急了, 就因為對方有一個能說中文的, 那麼他就用中文說, 所以你想, 一條手機電話線, 對方三個人, 我們三個人, 六個人同時說話, 之後兩種語言, 那吵成什麼樣一鍋粥, 到後來我說, 我不行, 我高血壓了, 我說我真的高血壓了, 那天你真累壞了, 那個你和東方先生整個人都是, 因為連著這個17號18號, 你倆整個人是, 我能看得出來, 起伏巨大, 還沒完, 聽完晚上這個, 咱們也是第一次說的, 第一次這個爆一下內幕, 完了之後呢, 我就說我高血壓了, 我說我不能再跟你們說了, 你這麼來回車呼嚕話說, 我不理你們了, 然後我說要上醫院, 他們還不讓我上醫院, 我說非上不可了, 最後, 因為這也是有政府規定, 我要上醫院, 他們不能不讓我上, 然後我下來吃兩片高血壓壓, 我說不行了, 我是趕緊睡點教訓, 明天沒精神了, 這時候幫的, 我手機就亮了, 亮了就是說, 紅通, 紅色, 當時北京來的消息說是, 紅色通緝令, 就是說還有報導說, 馬上要逮捕, 我說壞了壞了, 我們台機器都在你家裡了, 我說那個, 我們怎麼辦呢這個, 然後趕緊開會說, 明天要是, 要是郭恩貴先生被抓了之後, 我們怎麼對付, 我們這個小事要, 節目是要對付出去的, 站在樓下, 誰站這兒, 誰站那兒, 因為電視嘛都是有的, 然後晚上完了之後, 我就馬上給我一個記者站, 我現在也不說誰, 因為說誰他們知道, 一個記者站的記者打電話說, 你明天什麽事兒也不幹, 你就給我追國際刑警組織, 到底幹了這事兒沒有, 別的, 我自己也給國際刑警組織留話, 一直弄到半夜大概兩點鐘吧, 就是因為我們要做新的廣播計劃, 萬一你要是被抓了, 我們要做新的國際刑警組織, 然後呢, 東方就是找北京辦公室, 外交部什麽反應, 外交部記者會全在做這個事情, 因為到了快晚兩點說, 不行了, 還是得睡回來, 我睡到四點又起來了, 睡到那時候又起來又給那邊, 國外記者站記者打電話說, 有沒有這個事兒, 歐洲這邊到底怎麽樣了, 國際刑警組織回答說, 無可奉告, 我們不知道這個事兒, 我說國際刑警組織不知道, 滿街都是報到哪來的, 所以就趕緊六點半就到了, 你也就把你挖起來說, 嘿,你知道紅通, 因為我們沒有, 當時沒有一個人知道, 所謂紅色通緝是什麽東西, 紅色通告其實不是通緝, 然後當時您記得, 您的律師打電話, 還跟我說, 國際刑警組織就是個NGO, 沒有聽話, 我們這才放下心來才開始, 我們那個律師非常棒, 就那天給打電話的律師, 現在代表我在起訴這個, 整個國際刑警的, 是他告訴我了一句特別關鍵的話, 這也是今天第一次爆料啊, 他說, 他說我, 他的同學是孟宏偉, 在國際刑警組織的辦公室主任, 就相當於秘書, 這個辦公室主任就是國際刑警組織 運行最關鍵人物, 國際刑警主席不見得每件事都參與, 但是這個秘書長就是辦公室主任, 什麽都參與, 就他同學, 然後他說, 你呀, 他說這個, 他私下裏邊, 在西班牙的一個會上, 問了孟宏偉, 說郭文貴這個事情, 他們要起訴了, 我們該怎麽應付, 只要你說, 孟宏偉說了句子啥給他, 看看他, 說你為什麽要問這事, 你管這事幹什麽, 他說這個, 我這個同學是郭文貴的律師, 他們已經在起訴, 在法國起訴, 然後呢, 從前美國起訴, 然後孟宏偉就沒自爭, 出來這個會場的時候, 在旁邊告訴這個人說, 你告訴你同學不用起訴, 郭文貴這個事情很快就會結束了, 他說結束是什麽意思? 他說結束就是郭文貴被抓回去, 我們必須把他抓回去, 所以說, 這是當時孟宏偉的信息嘛, 這個人就私下的特神秘, 還約了我律師, 又在西班牙一個島上見面, 面獸, 再過幾個月, 這個人又要求叫我律師了, 你這說的就是啥? 說這個孟主席啊, 孟宏偉啊, 說北京關於郭文貴的事情有分歧, 看來郭文貴這個事情呢, 北京政府現在有各種幫派說法, 有人要強令的讓孟, 不惜一切人家把郭文貴騙到歐洲來, 然後把他給抓了, 因為我是藍童, 藍童就是看過找不著的, 就是你來了就弄你, 甚至說我把你弄走了, 我這個拿掉你都不知道啊, 就是通告吧就是, 內部通告。 那麼另外一個呢, 就說把郭文貴可能要被幹掉, 要把這個藍童給撤下來, 這是第二次啊, 第三次發生的事, 最近我們正式起訴了在法國啊, 同時把王健和他同時起訴, 這是個秘密啊, 今天又說漏了, 過兩天再說。 然後說過一段, 就孟宏偉這個心理電話, 你看他被抓, 就孟宏偉跟他說, 告訴你這個同學, 郭文貴的事情, 現在對中共影響特別大, 郭文貴唯一活下去的方式, 就是快爆料, 爆猛料, 爆最高層的料, 孟宏偉想利用我你知道嗎? 我們不管了, 這洪通事, 我們就不管了, 告訴你同學, 不管了, 郭文貴唯一能活下去, 爆猛料, 爆高層的料, 快點爆料。 孟宏偉先生, 啥意思你知道, 他想讓我爆料, 把共產黨給滅了, 把他給救了, 結果他給抓了。 郭文貴唯一, 第一次啊, 今天爆猛料了啊。 這個事情非常非常有意思, 就是說整個洪通, 當時我一直就是, 我非常懷疑, 我說這事不對, 因為第一是, 趕在我們這個直播之前, 十二個小時, 趕在中國外交部記者招待會之前, 就關於你談這個問題, 我們記者也去問了嘛, 趕, 整個趕在就是, 就是等於給了美國這些, 那些要斷播的人一個說法, 就說這是國際刑警組織通緝的, 是罪犯, 然後呢, 但是, 他們很有趣, 我現在也抱一個料, 我說一個實話, 就是, 郭文貴唯一, 原來說的都是假話啊, 現在說的是實話啊。 我沒有說過這個細節, 美國之音的領導們, 就是, 一邊非常心懷鬼胎, 一邊叫斷播, 就是我們不播了, 但是呢, 一個字沒有敢留下來, 沒有一個字, 說我們今天只能播這個, 當時斷播的情況, 為啥人家說一個字不播, 不留下來知道嗎? 除了這些政客們, 老流氓們, 聰明啊, 最關鍵的小夏, 你沒看本質, 共產黨安排的, 這是共產黨的做派, 千萬別留字, 千萬別說明, 就是劉彥平用他的安全手機, 給我打電話, 以為我這安全手機, 你也錄不了音, 你也不敢, 所以他留下了把柄, 而且傲慢的結果, 我現在再跟你說, 說的是, 我給你講個事兒小夏, 戰友們, 包小夏前天來的時候, 就說到孟宏偉的事兒上, 就說孟宏偉不腐敗啊, 孟宏偉有多少錢呢? 我說戰友們, 太多人, 但是咱體制的人都知道, 孟宏偉當年多大權力, 你們知道嗎? 孟宏偉的前面職務是啥, 你們知道嗎? 他的職務叫做, 公安部主管交通管理的副部長。 我給你們舉個最簡單的例子, 在北京, 在20年前, 就WTO以前, 2001年以前吧, 如果一個精A88的牌, 就是北京不能管的牌, 就是故技牌, 常委牌, 100萬人民幣, 你要給錢, 弄一個牌。 那麼到了這個, 這個2011年以後, 100萬美元你也搞不著一個。 這是, 咱就別說這個製造, 北京有多少個, 幾萬個的牌子, 咱就不說了。 全國的交通管理, 廢棄檢查, 汽車車檢, 包括4S店, 包括整個的交通管理收費, 和交通部的協調, 孟宏偉一點不誇張, 只要簽一個字, 就是10億人民幣。 只有中國共產黨的部長和副部長, 太多人有這個權利, 就像我說, 財政部的抓的王寶二一樣, 還有, 他就一年3萬億人民幣, 就是各省建高速路支線的權利, 3萬億, 10%就是3000億。 只有共產黨的副部長和共產黨的體制, 給了你這麼大腐敗的權利。 那麼孟宏偉要弄個幾百億, 那跟玩似的, 只有共產黨員99的人都是打工的, 他不懂。 一個省一個市的交管局長, 隨便跟你說, 弄個駕照學校, 開個駕駛學校賺多少錢, 白拿錢吧。 第二, 所有的在這個交通管理上, 驗證上, 所有的交管上, 給你一個權利多少錢。 我跟你說, 我曾經有個同學, 在我老家的這個燕台, 三東省啊, 離我太遠了, 燕台交管局一個小部門, 全家移民了, 現在在日本, 幾十億身家。 你孟宏偉弄個幾百億, 那太小兒科了。 那人家孟宏偉這樣貪, 哪個不貪呢? 大家知道, 我郭文貴在北京, 我認識的都是啥人, 我就不在那兒想說, 都是我朋友。 那都玩是啥呀? 每年保利拍賣, 香港這個家世德拍賣, 蘇士比拍賣, 書先拿來了, 給我喝了酒看, 哎, 這個哪樣啊? 這個不錯, 撕下來, 不是沾上啊, 不是紙, 撕下來, 這個不錯, 這個不錯, 撕了幾圈, 對面那個人, 哪上哪兒走了, 再過一段時間吃飯, 來了, 擺好了, 跟我這個人吃飯呢, 在我那四個月, 人家大箱小箱, 提前兩三個小時運來, 擺到那櫃頭上, 領導背著手, 看, 啊, 這個啊, 這個你那個照片, 你看, 哎呀, 這個的照片, 那個預印, 這個是那個脆, 都不錯, 看著比那個照片小啊, 不錯, 哎, 文貴, 這個給你吧, 看我的小女孩, 服務得很好, 哎呀, 這個送給你吧, 哪個不是幾百萬, 少這都是幾十萬, 沒有幾萬塊錢的吧, 幾百萬幾千萬, 只是交管局一個副局長, 一個是的, 這是什麼概念, 我要跟你講, 你們認識共產黨的腐敗和邪惡, 那簡直是太嗨了, 就是你們對要求, 看送票的人太嗨, 對他們的low你完全不了解, 這就是我再說一遍, 419那天人家跟蹤你在中央公園, 影響你, 甚至做掉你, 甚至跟你打麻糬藥, 把你變成金正恩的哥哥, 金正男, 在你這裏邊滲透, 影響你, 讓你不留字, 這都是共產黨的正常手法, 標準知識, 你根本不知道叫爆料, 現在核心的爆料在哪兒小夏, 我要跟你說, 今天在419, 今天聊天這事兒, 你要發自內心啊, 你要真的要意識到一個問題, 讓美國政府和美國納稅人, 你是為美國政府服務, 不是為共產黨, 讓他們查清楚, 到底是誰需要這個斷播, 我認為這比啥, 咱先對剛才說的是過程, 是誰需要這場斷播, 為什麼需要郭文貴, 對美國政府有啥好處, 斷播, 是哪個人需要斷播, 為什麼需要斷播, 就像孟宏偉一樣, 三姿, 第一個, 非白的笑,抓回去不行, 你別掺和這事兒, 第二個, 郭文貴這小子, 這個黨內有分歧, 就想利用我了, 第三個就直接利用我了, 就是你趕快爆料, 爆猛料, 爆高層料, 他當時就是說, 爆王岐山和習近平, 他有需要, 他為啥需要, 他遇到威脅了, 那我問你, 美國之音, 他誰需要你, 被你開除, 誰需要停播, 為什麼? 我們現在就一直推動美國政府進行調查, 因為我們個人是沒有這個調查的, 所以美國好萊塢拍著大影, 拍著大片, 每個人家人被殺被毛害的一個人, 最後剷滅了一個國家, 甚至救了世界, 這事兒在你身上不能發生, 在東方先生, 在李肅、 虎晨身上不能發生, 所以你們也是可報黨嘛。 我這個事情也很簡單, 我是這麼長時間, 我一直推動著美國政府, 做所有這些調查, 什麼到現在嘛, 應該也說, 什麼時候開一個聯邦政府的雇員, 就聯邦政府260萬雇員, 再加上600萬的合同工, 什麼時候幹過這個事兒, 需要紐約時報, 華盛頓郵報, 洛杉磯時報, 美國所有大報, 都只去說我的壞話的, 這個我還有跟他們沒完, 就說, 有誰有這麼大需要, 有誰有這麼大的能力, 能夠動員起所有這個, 你想紐約時報花了多少時間在我這個, 紐約時報我今天也是第一次爆料, 我要說一個人, 說一個人說一件事情, 誰呀? 紀斯道, 紀斯道, 不是傅財德, 紀斯道, 紀斯道, 我見過他, 好像見過他了, 你見過他, 紀斯道當年是, 當年他採訪過我, 1989年是, 也幾百萬個粉絲是吧, 非常, 非常資深的記者, 紀斯道給我打電話, 聽說這個事之後, 非常非常非常氣憤, 跟我電話中談了, 非常正義個人, 沒完的, 沒完的, 跟我電話中談了很長, 談了各把兩小時, 跟我的律師談了各把老師, 跟所有, 就一個一個談, 我把電話都給他, 他把事情, 他氣得要命, 寫了篇文章, 說要揭露這個事情, 之後呢, 寫完文章之後, 他說這個文章星期四登, 文章星期四登, 結果星期二晚上, 他給誰打電話, 給Amanda Bennett打電話, 給美國軍臺長打電話, 也說了兩個小時, 完了之後, 他說不登了, 這有意思吧, 這個事情。 這Amanda口才並定好, 還是Amanda有核武器啊? 你們上網看一看, 她口才並不多, 她英文都不給我說的好, 可以這麼說的, 她講什麼文? 她當然講英文, 中文就只能點菜一碎, 但是我, 她先生在中國做生意啊, 她先生在中國很大的生意啊, 所以說這是絕對利益衝突啊, 具備了藍金黃一切條件。 那就是慢慢別人調查了, 我沒有, 我只有把這公開信息都交給美國政府的這個能力, 是不是? 那麼最後, 這裡是說到一些, 就是到什麼地步呢? 因為這個美國之音419斷播這個事情, 不僅僅是針對我的, 和針對東方, 和針對您的這個情況, 美國之音419斷播之後, 要把五名記者, 就是要打算開五名字全部歌的這個, 針對的是誰呢? 針對的是美國之音中最為反共的人, 兩位, 一位是寶申, 一位是李肅。 寶申我們知道, 寶申是多年的節目主持, 在這個政治立場上, 我們都知道這是什麼樣的。 我超喜歡的兩個人都是。 李肅, 解密時刻的主持人。 哇,太酷了。 解密時刻最早就是我去的時候, 我跟他們一路商量說做什麼東西, 這是最後我跟李肅, 我們就說做解密時刻, 那麼李肅就做, 做出來光是YouTube上, 油管上4000多萬點擊, 就到這個地步, 還不要說美國之音自己網頁, 被人抄走的, 被人抄走無數, 所以那個觀眾是, 美國之音有史以來最火的一個節目, 但是做了一年多以後, 堅決要取消我去打架, 我說這個不能取消, 他們說就連我都要撤, 就說堅決就不能做這個節目了, 為什麼? 耗的人力太多, 一共就三四個人耗的人力怎麼多, 你們耗一大堆幾十個人的人, 耗人力太多不能做, 結果後來發現中國大使館的人找到美國之音, 說對這個節目有意見, 說這個節目怎麼這樣, 這是中國大使館的人都找我, 別的人不敢找我, 沒找過我, 我不跟他們打交道, 然後完了之後呢, 把就是, 我就說那美國解密時刻不能撤, 拿我自己的時間做行不行, 我業餘接下來, 我接下來做了八集, 完了之後呢, 這一次李肅是正好那天, 我就說起來非常有意思的事兒, 這個細節啊, 李肅那天本來不該上班的, 11點才去上班的, 他早上6點鐘醒了說, 今天這麼大的採訪事件, 我還是得去, 特別負責, 他管了互聯網, 結果他就去了, 結果在那裡, 撞上來了李肅, 他撞上, 躺著中槍啊, 來了之後呢, 結果呢, 多到15分鐘的時候, 當時就是這個領導的就來了, 你要拔線, 馬上拔, 他說我不能拔, 這就是廣播事件, 這是職業記者, 職業廣播記者, 不能拔, 不能拔, 這個拔線, 這不是成技術事故了嗎? 我們自己, 然後呢, 他就說, 除非你給我一個書面命令, 這個時候呢, 我正好, 因為我說好了, 我每一個小時都要下去, 跟他們那個, 他就, 我正好在那電話到我那說, 哎, 他們叫我那個拔線啊, 他現在去寫書面命令了, 結果這時候我就接到了一個書面命令, 就說你要馬上斷, 我一看這事兒, 這還是有這個書面命令的說明, 只有斷了一刻, 有書面命令, 就斷了一刻, 斷了一刻, 就是台長給的還是誰啊? 我這個我就不說了, 這裏頭內部有紀律, 我不說誰給的, 但是, 張經, 我不說, 就是這個, 這個我不能說, 之後書面命令接到之後, 肯定不是黃岐山吧, 這是肯定的嘛, 那我哪去, 然後我當時, 你記得你們在說, 我就走進去, 我就跟東方說, 我說這得切斷了, 為什麼呢? 如果東方自己不聲明說我們這個切斷的話呢, 他不自己做一個聲明, 那我們等於欺騙觀眾了, 是不是? 你欺騙觀眾說, 哦, Burston 斷了技術故障, 就不是我們自己斷的, 所以東方就說, 由於某種原因, 他也不知道什麼原因, 這採訪到今天再結束, 就這樣, 所以呢, 這才有一個真正有頭有尾的斷波事件, 而不是說中間出了技術故障, 那麼後來他們就是有領導, 就說責怪我說, 你怎麼讓他宣佈一下, 不讓他變成一個技術故障? 我說那不是欺騙觀眾嗎? 我就沒有欺騙觀眾, 所以我進去, 我下的命令, 但是呢, 就防止了他們用拔線的方式去欺騙觀眾, 那麼李肅是躺著中槍, 最後呢, 就怪在他腦袋上也要下命令, 要開除他, 說他是拒絕執行命令, 親愛的戰友們, 說到這非常關鍵啊, 這個我要說一下啊, 剛才小夏女士說這個, 在我腦子裡我又過了一遍, 大家要記住這個今天這個主題啊, 整個419的這個當時的直播, 和這個斷波事件的前提和發聲, 大家已經都知道了, 由東方先生先和我多次聯繫, 最後呢, 在我要求的三個條件下, 三個小時必須直播, 不能裁剪, 不能編輯, 而且由小夏女士作為主採訪, 然後在17號到達了紐約, 在我家進行直播採訪準備, 而且小夏女士按照專業的準備, 對我進行18個小時的審訊, 拷問啊, 然後呢, 在後來的這個直播前的十幾個小時呢, 他們遭受到了中國, 來自中國的外交部, 和中國駐華盛頓大使館, 以及他們台裡邊, 包括美國之音, 上面的美國廣播公司的領導們, 包括當時的台長Amanda, 各種的要求和停播和縮短採訪, 甚至限定了所有採訪的話題。 最後, 在他們即將直播前, 大家看到了, 當時給我中國政府發出了一個藍通, 叫藍色通告, 後來他們宣布叫紅色通緝, 包括中國外交部發言, 陸定康, 陸康, 紐定康, 紐定康的回答, 在我這個被採訪前幾個小時, 發生了這樣的這個中國聯合出手, 同時出現了, 劉彥平勸說, 威脅, 交易, 讓我停止這個接受採訪。 另外一個大家也要看到一個更重要的事實, 剛才小夏女士提供了一個另外一個, 過去真的不知道的真相。 就在這個時候, 他們出去再被一次次的要求, 要麼以欺騙觀眾的辦法, 說是技術故障, 停止直播, 請此採訪。 另外一個, 就是說, 採訪當中多次詢問郭文貴, 你說的話代表你, 不代表我們這個本臺立場, 利用這個來轉移和浪費拖延時間, 這不是小夏的本人的職業, 和他本人的想做的事情, 是他臺裡邊提出的必然要求, 大家對小夏不要誤會了。 另外一個, 背後英雄李肅, 虎成, 為此付出巨大的代價, 是李肅拒絕了拔掉這個通訊電纜和電源, 是虎成拒絕了他們這個停止直播, 他們要把他給抬出去, 除非你把我抬出去, 是這個現場的東方先生和小夏女士, 遭受了到這個中央公園, 住紐約領事館的這個間諜的跟蹤可能, 然後呢, 也遭受了多次電話的威脅, 要求以各種理由停止直播, 或者縮短直播, 或者說轉移視線。 所以過去對小夏等東方等人的猜忌, 我拜託所有的戰友, 以事實為根據, 不要再妄辭猜斷, 把我們的戰友都變成我們的敵人, 來滿足王岐山, 孟建柱, 孫立軍的這種海外的, 維護盜國賊利益的這種封口行動, 希望戰友們通過今天的直播, 能看到這事情的這個脈絡和真相, 包括豹子和和平, 也掌握著VOA內部的巨大資源, 隨時了解著這個整個VOA採訪, 到文貴家裡邊直播這個整個動態。 當時看, 我認為是和平先生, 是杜忌, 羨慕杜忌先生要控制文貴的這個採訪資源, 達到他這個增加他關注度, 控制這個新聞來源的這個整個的貪婪之心, 現在看來不是, 我相當懷疑, 和平先生, 我希望你能回答, 為什麼你那麼了解, 當時VOA的一舉一動, 包括外交部, 對他們進行威脅。 這是不是真的呀? 你回答一下啊, 這個小夏女士今天給我們抒清了一些整個的脈絡,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好, 接下來小夏女士你繼續說, 謝謝。 我沒有, 我還想說一次那個聲明的事, 直播中就說, 當時是, 美國之音的習慣是, 就是按照職業要求, 每次採訪人直播的時候, 那開始的時候說一遍, 說這個, 這次採訪, 就是被採訪人說的只代表自己的觀點, 不代表本台的觀點。 郭文貴先生, 你說太多了, 不是, 先聽完, 按照習慣是一頭一擂說一次, 當時美國之音下的直接命令, 每一個問題說一次, 我只說了三次, 你現在要聽, 當時美國之音的直接命令, 就是每一個問題, 而且是當千叮零萬嘱咐, 就是領導說的, 不怕多說, 你每一個問題都要說一次。 我想這不是胡鬧嗎? 但是我呢, 還是多說了一次, 比正常的多說了一次, 說了三次。 郭文貴先生, 所以說有很多戰友說這個, 為什麼小夏東方老問這個問題, 一再的問, 老拿那段視頻出來, 我請戰友們再質問這個問題, 你問一問, 小夏和東方有權利不聽這個, 美國之音的領導的命令嗎? 小夏和東方先生, 他不是自己的電視臺, 他是美國之音的電視臺, 而且美國之音背後裡邊, 還有一些盜國賊的沈默力量, 這些盜國賊的沈默力量, 在北京中南坑, 在北京的萬壽路的安全部, 在上海局, 在香港, 他們有著幾個指揮中心, 在指揮著這件事情, 不是他本人的決定, 希望再次大家不要在這事兒上再糾結。 再一個, 有很多戰友問, 今天問這個小夏女士私人問題, 有多少男朋友, 小夏女士今天早上一來說, 堅決不回答, 這種私人問題, 因為啥呀? 太多了, 你問的人說不完, 據我所知, 一答子, 所以私人問題我就不帶你們去問了。 郭文貴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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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直播中我说你是帮助中共游说 叫WTO 2001年和2001年 不是的,完全搞错了 这个事实上是帮助他们在国会作证说 应该支持给中国最惠国待遇 这是小夏做的事儿 为什么给最惠国待遇 到底他是怎么想的 请听小夏说 是这样的 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 当时因为最惠国待遇是这么一个情况 就是说最惠国是个不对的概念 其实是一个正常贸易关系 那么没有最惠国待遇 就有很多很多关税啊什么就等等等等 就各种就说基本上 世界上绝大部分美国跟伊朗还有最惠国待遇 你就想这是一个什么情况吧 那么当时1990年的时候天安门事件之后 美国就有这个说法提议说 要取消跟中国之间的最惠国待遇关系 那么我就很有看法 因为当时布什总统是反对的 当时有很多美国的这个 就是说商界政界很多人都反对 那么当然也很多人支持 我的意见是什么呢 我自己认为我是一半湖南人 一半广东人 我在广东长大的 对于我来说呢 保持中国的开放 保持中国的就是民间经济 有一个空间发展的余地 是至关重要 对于中国未来的自由 对于中国人民的幸福 是至关重要的 我还有一个原则做人 就是我绝不做那些 我要求别人去做的事情 比如说有人说中国人民要饿饭的话 要经济很糟糕 一塌糊涂的话呢 那么人民就会先造反 第一是我不愿意饿饭 我也不愿意人家饿饭 第二是造反的话 刘选我文革过来的人 我不喜欢这种暴力行动 我也不会参加 那么我也不会要求别人去做 所以当时呢 因为商界的意见 一致都是要支持这些国待遇 但是商界说话在那个情况下 他们需要一个人去 就为自己说话 就说用一个持不同政见者的身份说话 那么我是老反革命了 当时那个反革命 因为就是在美国 可能年轻的朋友们不太知道 可是当时因为我们那个大字报 有好几个译本 在美国当时的汉学界 还是挺有影响的 那么商界找的 有些人找的 我说你能不能去就这个事说一下 因为我是在一次研讨会上 说了我的观点 我说我绝不 就是说天安门事件屠杀之后 我们绝不能够惩罚 用惩罚中国人民的方式 来惩罚中国政府 我说对于一个专制政府来说 对他们最有利的事情 就是大门关上 他们可以在里面随便做什么 我说中国的门不能关上 中国的改革要继续 中国的经济要继续发展 美国要跟中国继续办的经济关系 当时就是美国商会的一个会长 听着这个之后呢 就跟我说 这说的太好了 那么你能不能在国会给我们作证 我说我可以就这个问题作证 没问题 所以当时国会的外交委员会 参众两院就分别请我去作证 我就用这个中国异议人士的身份 我作证说了我这个观点 我到现在还是这个观点 我觉得我不能够要求 就我们在美国的人 我现在是美国人 我没有权利要求中国人民去吃那个苦头 以达到我某种满意 比如说推翻中国政府 这个共产党政府 老郭反共啊 但是反不反习 我是都反 我通通都反 我觉得这个政府就是一个 实在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政府 但是呢 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就是中国人民 这种就是特别六四以后啊 这种这个进一步的代价 我不愿意让他们付 这是我的观点 那么之所以后来就是1996年的 那个中国这个永久继续国待遇 和WTO 我都没有参加 这个去游说 我做了两年证 只是为最惠国待遇 这里有个很重要的事情 最惠国待遇是每年审核的 当每年审核的话 国会会看到所有的人权 所有这些 这些议题都会被审核 而WTO是另外一回事 那是国际协定 当时做WTO的时候 我现在还有 我还能找出我当年的文章来 我是非常有意见 我非常有看法的 我的看法就是 WTO里中国承诺 开放媒体 开放新闻自由 哪怕你是十年开放 到中国现在这么长时间了 中国没有开放新闻自由 反而越来越严 这是完全是违反了WTO的 而且我觉得美国的这方面没有做到 就现在川普政府开始做了 原来一直就纵容中国 让中国继续用这种专制的方式来控制人民 所以这个是 咱们现在在说 这就完全两回事 这是我当年的立场 这也是我现在的立场 我认为最惠国待遇是要保持的 WTO是另外一回事 之所以大家 有人把这混在一起说呢 如果有些人是 有些别的意见什么 我也没有办法了 是不是 但是呢这是事实 亲爱的战友们 刚才小夏女士讲的非常非常的好 因为这个大家知道 中国的前副总理吴怡啊 是WTO最重要的推手 最惠国待遇 也是它最重要的 它是管理中美贸易的 和世界贸易的 很多细节我是知道的 包括小夏女士刚才讲的 都是非常真实的客观的 另外一个我想战友们想说一下 就是说小夏女士这个跟我们郭七条 包括现在我们很多国内 绝大多数体制内人坚持的 反共 不是反所有的共 反极少数盗国贼 我认为中国的精英 和绝大多数共产党员都是好人 是没选择没办法 或者说是各种原因造成的 这就是我觉得小夏女士 首先把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分开 和政府和中国人民分开 我认为这是非常非常 有高智慧的 这个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 作为国待遇这个问题 不是小夏女士去作证 你就给你了 它不可能 而且它去不去作证这么多年 它也都给了 还有一个很多人也都去了 它不是跟共产党到过 有被怀疑的 而且小夏就被怀疑的 另外一个 作为国待遇的本质是什么 是会议的是人民 而且我们绝对不能像王岐山 还有海外的民运 欺民贼一样 中国人民可以吃草 吃几年草 然后呢这个盗国贼也可以去反抗西方 绝对不能绑架人民 让中国人民过上穷苦的日子 来维护他的血色政权 而恰恰相反 中国人越富裕 中国人越强大 共产党秘亡的越快 这是必然 所以不要转移话题 另外一个 我觉得作为国待遇的事情 我了解了很多人 很多人不是这么看的 而且头两天 班农先生问我 你怎么看小夏你这事 我说我也很有意见啊 我非常有意见 我说我也怀疑他呀 但是 真相绝对不是那样子的 还有其他美国政府官员问我 我当时就说 我事实是这样子的 我了解的 那么现在你看 还有一个就大家很多人问 刚才给我发一大堆 说沃文贵反共 小夏挺共 一个起诉胡舒立 一个赞美胡舒立 说你老赞美胡舒立 我真没看过 我曾受战过了 说你赞美胡舒立 说你这个节目上说 胡舒立很了不起啊 揭发共产党 我曾受说了 再不管 但是我可是 我可是这个 就财心上有我的博客 不是因为我自己有博客 财心都超过去 我没有意见 都是这个 我也没有拿稿费 但是对于就是 我知道有人就问我 就是中共在中国 发表这些东西 这个事情 我跟你说 我是号召大家 在中国如果能发表东西 有人接受你的东西的 你要占领每一寸新闻土地 我在中国只是 就是我谈中国的事 发不出去 我发的都会谈美国的事 但是拜托您的福 我现在一篇文章也发不出去 第二呢是 我非常感慨 就是这个新闻自由 这个阵地的缩小 在中文世界里 你要想想 我在想2004 05年 就是咱们说15年以前吧 跟我约稿 是排着队来的 中国的各种杂志 包括开一些 香港港台杂志 报纸不用说 我是排着队约稿的 到现在一篇也发不出去 因为这些阵地 都被中共 我完全同意啊 大家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这位咱们战友啊 我不说你名的了 我请问你个问题 为什么博讯网在大陆还能打开呢 为什么明镜网在大陆还能打开呢 为什么多维网在大陆还能打开呢 胡舒立可不是开玩笑的 那是王岐山的情人呐 胡舒立是在西方获得了新闻自由奖的 而且习近平 给习近平的另外一封原件 我突然那天 头几天我在那个说文件的时候就找到了 还有一个 这个胡舒立 我才发现了更多元 我都没说的事 胡舒立那跟李友啥关系 那当时李友跟他在背后支持多大的钱 在海外要搞什么 海外叫亲共核心权力大外宣 他都要指挥习近平了 他有多大的欺骗性 我想告诉你 小夏女士利用了财新媒体 她讲的也不是鼓励你财新 她也不是给胡舒立查理解 她是反共 让中国人有法治民主自由 我了解西方 如果小夏有本事 到习近平的办公室上去发几篇文章 你才高呢 为啥不可以 都是像博讯这样吗 都是像明镜这样吗 向那多维吗 能要这样吗 亲爱的战友们 看问题啊 千万别搞 这现在爆料文化大革命 不能我们爆料革命 别搞爆料文化大革命 反对一切 砸烂一切 怀疑一切 这是不对的 我坚决不接受 人家小夏怎么就跟财新 怎么就是写几篇文章 这假的叫亲财新了 财新写文章里有多少万万人呢 他多大欺骗性 他欺骗了美国 欺骗了全中国人民 欺骗了全部共产党 他就是个突救 落井下石 叫他真真正正的 他是权力的猎手 权力的突救 我是被当成了权力的猎物 为什么对小夏女是这样的 你们他得罪你啥了 你跟他当人认识过 你见过他吗 这没关系 这都是小事我也别看 我说一般但是 有一点我只要号召这里 就是这里面有所有能写文章的朋友 所有能够发声的朋友 占领中国能进中国大陆的每一寸阵地 每一寸阵地 我在中国我做不了什么 我批评中国政府肯定登不了 但是我会谈美国的民主 美国的自由 当时我在前几年 我做了一系列的媒体讲 微信讲座 每个星期讲一次 专门讲美式民主 美式的民主 美国的政策等等等等 后来我是知道 我手下有三个人 三个小孩的爹妈在听 他说你们知不知道这个 他说那个 我跟他一块工作 广告时间 请大家不要走开 现在全部被封了 我微信也被黑了 所以微信上找我的人都找不到 这都全部被黑了 但是呢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就是想尽一切办法 用一切手段 让中国人民了解世界 让世界了解中国人民 我也会在英文报纸上写文章 也就是这一个目的 那么现在就是自媒体时代 我就跟大家说的一个 很重要很重要的话 就是大家千万记得 你们说话 如果你们想造成影响的话 一定不要说 我要反共的话 我坚决不跟中国那边打任何交道 中国不是他们的 中国是中国人民的 那么说话给人民听 像现在我相信郭先生说话 也是在说给中国人民听的 这个非常重要 我也在这说给中国人民听 这就为什么我给战友们说 如果是谁要能再创造一个419 你就是共产党的特务 我现在我也愿意被你采访 我也愿意被你419一下 好不好 你先说你做了啥 很多人在说 说评价 我请问你做了啥 419这件事情 小夏女士如果说她不知道有风险 那是不可能的 她既知道自己这件事情有新闻价值 她也意识到风险 如果说到了纽约她之前 既没意识到风险 也只意识到新闻价值 4月17号的晚上 4月18号 她完全可以判断出 这是一个具有巨大的 职业风险的一场采访 如果4月18号她还不知道 4月19号的早上 发了红通了 她完全可以说 郭先生我这不能采访了 因为发红通了 她完全可以退走 而且如果她是沉默的力量 来自于中国共产党 甭说是张晶和刘延平这种身份 就是一个中国的一个科员 是她的领导 打一个电话 执行命令 共产党不能采访 小夏也不必要采访 如果小夏收了她的钱 小夏早被调查的 进了美国监狱了 早就已经是 不像孟宏伟一样 那么晚被抓 她比孟宏伟近期还得早 所以今天从419到今天两年时间 给我发红通了孟宏伟 进了监狱 老婆也在爆料 当时过发红的孟建柱 已经被也没进入到了 19大 永远的政法委书记 没当上 国家副主席 本来是她也没当上 王岐山也没有永远当常委 当了一个虚名的副主席 然后孙力军去了港澳台 也没当上她的公安部部长 安全部部长 那么所有爆料当时419提出的海航 从那是千亿万亿亡国 一泻万里 从到现在王剑被杀 海航成了全世界过街的老鼠 王岐山也救不了他 当时王岐山家族姚明山 孙瑶冠军刘成杰 刘新阳 所有的人都一一被爆料出来 被揭发出来 419当时段播所有要说的话 基本绝大多数都说出来了 达到了目的 而且最重要的结果是 是拜419直播和VOA 小夏女士东方先生 李肃 虎成 及那些美女娘籍之君团队 如果今天我们是否定419直播 否定小夏这些人 我请告诉战友们 你不是我的战友 如果郭文贵这么做了 那我就不配当你们的战友 如果这点良知你们有的话 对不起 以后希望你们再不要跟我谈这事情 再也不要跟我谈 我也不再接受 今天如果小夏女士说的话 和事实摆着前面 你们还在跟我讨论小夏女士 我对不起了 我从来不拉黑战友 这回我就一定把你拉黑 我非常好奇说了 什么因为我没有看 我都拉黑 你没必要看 因为我已经是在过去那两年内 我在各种场合群里面我说过 不要再挑战小夏 不要再说 你有你的权利 你有你的权利 你不要影响我两年我都忍着 就是我老婆 我们俩结婚34年了 她要天天这么说我 一个事儿坏话 说两年我也得跟她离婚 受不了这个 因为事实就在这里 而且小夏为此付出那么多代价 任何有良知 有一个common sense 都敢想一想 小夏怎么可是胡舒立的同党 小夏怎么可是王岐山 孟建律孙林 就是同党 小夏怎么会是共产党的 蓝金黄的人 小夏怎么让美国政府 就调查不出小夏的 他犯罪 他被蓝金黄 对他的调查 他的律师是跟我见过面的 对小夏的调查 可以说是美国历史上是罕见的 完全是被共产党用了最大的沉默力量来影响的 我们现在美国的蓝金黄和沉默力量没打败小夏 我们的战友现在要挑战要把小夏给打败 这就是我们共产党对我们中国人民脑子里种下最深恶的毒 全都是红卫兵 如果大家在这个时候再调查 我希望你们再不要和我联系 我求求你们了啊 但是最有意思的一个事情 我倒不是很在乎 我这个人比较皮实 就是我从那个17岁当反革命 后来被拉上台斗过很多场 我就记得一个细节 他们说当时斗我的时候就摁脑 低头 摁半天我一路摁我就往下坐 最后坐在地上 躺在地上也不低这个头 所以脑袋没低过 比较顽固的一个人 但是呢 这个中间很有趣的就是 就是美国政府里头被蓝金黄到什么地步 就是因为美国之音在我们这个事情 一旦把我们那个 就我说美式庄规啊 搁在那行政调查以后 第一个做的事情 就是到北京去请一个人来调查我们 从北京请来这个人呢 据说跟北京高层王岐山 他们关系还挺密切 叫Jim McGregor 就是麦健璐 中美学生会还是 美国商会的会长 美国商会 美国商会的会长 就他要花多少钱 或者不花钱 这样到美国 从北京到美国来 到华盛顿来专门来调查我们的事情 而且要就是给我们 他手下的中国人 是中国人 中国公民 给我们写信 中国公民 他手下的中国公民给我写信 说 嗨 莎莎 我们要来给你详细问所有问题 我就告诉他 我就跟他回事说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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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叫我Sasha 你不能叫我龚博士 然后我说你有什么问题 你说你这个博士问题啊 你哪年上的这个博士 哈佛博士 我那个95年哈佛拿的博士 那个陈小平呢 小平先生呢 小平不是哈佛的博士 小平是哈佛的 尼曼基金会的 他在威斯康辛拿的吧 还是拿的 你在多长时间 你在哈佛从88年到95年 我七年毕业的 七年毕业 小平的博士是几年啊 我不知道 我不太清楚 就是王君涛先生呢 君涛是哥伦比亚的 哥伦比亚的 所以说你们这一代人出来以后 就是都喜欢拿博士 实际上博士有啥意思小夏 你一个419段博 比你一个博士都管用 我不是 啥博士都是花钱买的呗 谁告你花钱 650美元 你们看他刚刚 那他还 我跟你说 咱们要说这历史来 这一点历史我可以透露 据我所知 我跟你说实话啊 我具体不能说 王仁哥那俩孩子 儿子儿媳妇 是我们那个基金 推荐去 他去到了哈佛去的 人家是真的史特尔文 人家是 人家是考大学考了前几名 又到哈佛去的 我可了解这个 这个美国的学校腐败啊 那也不是一般的 我去的时候可是没钱的 我跟你说 我给哈佛的申请信怎么写 你帮我那陈锋 跑到哈佛演讲 我不管你问题 我但是告诉你 我去的时候 你这是真博士假博士 我去的时候怎么去的 我给哈佛写信说 我说我是没有受过 我小学没有毕业 我只上过小学三年级 我1965年我们家就被清回乡了 所以说我的教育程度比你高 我失踪接近比亚差几个月 但是我1979年高考的时候 我是广东省第一名 我考到北大去了 北大读了七年 之后我给哈佛写信的说 我说我们 因为考试就你一个人 没人考 当时你考就你了 对 1979年高考试啊 我考过好几次第一名 原因是什么 全班就我一个人考试 但是我当时给哈佛写的信 我说我虽然没 就这样的教育背景 但是我北大毕业的 我是中国最好的人之一 但是我没有钱 连申请费也交不上 连路费也没有 你们要不给钱我就来不了了 我拿的奖学金是哈佛耶鲁 普林斯顿 哥伦比亚四个学校的 所以这是当年还是有点 有点当年用 小虾 你是在生活中的这个 学习能力和悟性 还有他对历史 对政治 他的判断 绝不是电视屏幕上能给的 我郭文贵 对我不是个傻子 我没有任何一秒钟 愿意浪费的时间 我对小夏的尊敬是发自内心的 谢谢谢谢 这不是一般的开玩笑 另外一个我见过她这样的 因为我从小认识的人 都是比我大概大三代到四代吧 我一个70年出生的人 那么小夏女士是我看过这个 是真有情怀 真有动智 真有理想 而且她真爱学习 而且对这个历史啊 这个世界的文化 艺术啊 她是非常非常的懂 而且小夏身上有两个 我认为就是这个 共产党的残毒在你身上最少的 就是小夏轻易不言别人坏 不说 这个真的我觉得很了解 西方人的美德 第二个小夏真的是讲义气 这个义气不是江湖的义气 小夏讲义气是正义的义气 这个义气就是中国的就是儒家 我认为这昭博之后的比较好的 就是人与人之间的那份情感 对李肃 对这个东方 对虎城 对所有的这些人的那种 是发自内心的 我跟他这个通话这些这两年 最多就是他担心的是这些人 担心东方先生 担心虎城啊 李肃啊 听说他们都是二婚三婚 好几个孩子 咱们不说这些私事好不好 老郭老家 又说错了 我们就爱谈私事 你说这玩意 毛病得改 人家专业 所以说他们改啊 对不起啊 所以说这个小夏同志呢 也有好几个男朋友 对不起啊 我说开玩笑 哈哈哈哈 这个所以说这需要需要帮助 这就是个大姐 大姐大 人家小夏这个生活 我发自内心的 我到华那我就觉得 我必须见小夏 可以这么说啊 华人里边我认为小夏还有联潮 这两个人这发自内心呢 我绝对是百分之一百信任 百分之一百尊敬 百分之一百我认为是非常天真的人 天真很天真 另外一个他们是真心反共 百分之百反共 百分之百 所以说其他人我不说的不等于我不认为 因为我不说的 有句话我不想让你 因为我影响到你 因为你们还有很多考虑 这这这俩人是肯定也回不了国了 也甭想了 这是你的国 所以亲爱的战友们 今天我跟小夏 你是在直播前 昨天前天小夏说 前三十分钟我们播时间不能长 然后呢这个就拉倒 我们现在刚播了可能大概二十几分钟 二十几分钟 哈哈哈哈 我得看看时间 我真没看时间 我也没看时间 天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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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长了说长了 十一点十一分四个光棍 说不定你没男朋友 哈哈哈哈 十一点十一分 哎呦梁小时 三小时 梁小时 梁小时 梁小时过了 已经是九点开始了 哇这我们这样啊 我们再说上二十分钟吧 咱就结束了 好啊 我刚刚先要说 你这个给我们捧一下 叫脑袋打一棍子 我们天真 说我们天真 我现在说就是我希望 我说反共上非常天真 特别天真 我倒是希望 我希望在美国的中国人多天真 一些 因为美国是一个什么样的 就是在这里一个环境啊 允许你天真 美国人都很天真 脸上一副傻劲 我想我们到美国时间长的 就脸上也是一副傻劲 为什么 这个东西是很享受的 因为在中国那种地方里 我就看中国孩子和美国孩子 中国孩子脸上那种成熟事故 让我觉得非常心疼 美国孩子 完全是华裔孩子 你看那个脸一看就知道 好像签下事儿 他比祖宗爷爷都懂 而且很试快 就没有必要的 我觉得来中国时间长 我来的时间越长越天真 你不用想的嘛 不是你说到这儿 我给你讲一事儿啊 我听说这个曹长青老师啊 他夫人是一个博士 非常 而好多人很喜欢他 他夫妇两个 非常学究的人 曹普先生也是很天真的人 你看他现在反共 但他很天真 听说两人啊 对很多咱们这个 出来抱有希望 但是打交道以后 两口都挺失望的 这个据说某些人 见了人家太太跟他 人家是热心诚诚 但是呢 这咱们这个 国内来的人就觉得 你需要钱 一副我有钱 居高零下 我最讨厌的 最讨厌的 就是那个小人得志 小人得钱 那种德行 就是在国内里 看了一堆人 哇塞 那个叫许家印吧 戴着爱马仕的领带 爱马仕那个挨尺 请着肚子 头外不拍 然后到哪去的时候 这个这个 到处炫富 说我现在最讨厌炫富 现在我必须得炫富 我炫富的目的是 我让共亚知道 老子活得很好 就是你别老觉得 他是让全世界知道 你立着我 你就没饭吃了 你就没钱了 你都是流氓 都是农民 我们他是贵族 不是 我要证明你看 但是我骨子里 给我恨的一些炫富人 我更恨的是 那些有点钱 把人家这些有理想的人 看得很低 我头两天我听路德先生跟我说以后 我心里很不舒服啊 就说了以后 路德我说这个发生了一个什么事 就见到了曹老师和他夫妇两个 哎呀我才理解 我说最近曹老师最近好像不跟华人接触了呀 那么可能也是伤了心了 也伤了不少心了 但是我要给曹老师和他太太说的事 包括小夏女士啊 我在海外看到的华人和华人的孩子很多人 我告诉你 他们的孩子的事块和那种所谓的成熟和那所谓的渊博 就无知实际上要比大陆孩子恶劣万倍以上 这才是我感到悲哀了 另外一个国内的孩子 有很多当然被共产党弄坏 有很多是很棒的 另外一个我想说的事情 华人人种没问题 任何就不要怀疑人种 另外一个全人类的最伟大的国家和文明和历史来证明 中国人没问题 中国的文化和政治出了问题 再一个极少数人不代表我们全部中国人 再一个那个有钱的爆发户 对待任何人对这个不尊重 或者那种得钱忘形 得意忘形 这不是所有人 我想让你知道的是在海外 无论如何 我希望大家都相信中国人种的问题 对中国人的文化要有信心 再一个就是一定要纠正海外的所有的华人 珍惜这里的自由和美好 让孩子过上一个孩子的生活 别变那么成熟 我所说的这个你们太天真是什么 是你对共产党太天真 其他不代表啊 完全我要纠正 联朝总是对共产党太天真 其他的不天真 他好色如命啊 这又四人很多 哎呦你别啊别啊 但是这里有个很 这很多我是小时候我共产党教 因为就是我们家 马上来找打电话来了 我们家反革命下乡了嘛 但是我是读古文观止和被正气歌长大的 所以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 政纪歌是毛泽东写的吗 天地有正气杂然负流行下个为何月下个为日 真会呗 赞人月浩然配胡色苍鸣 黄鹿当轻仪寒鹤土鸣 食穷节乃见一一垂单轻文天祥呢 文天祥是共产党员吗 啊对 但是有一点 还好不是共产党员 几句话很重要的就是 真是富贵不能赢 威武不能屈 贫贱不能移 这是我们特别重要 到了美国到无论到哪里 就是来自所有富人 什么对于我来说 富贵是后来我那天 你这归共产党的毒啊 那天 弄得那么不浅 那天 共产党平台这么宣传 结果是正好相反 富贵就得赢 贫贱就得屈 文天祥已经成了文钱祥了 都被共产党化了 那天那天来 我们有一小孩 我们在跟他聊天 小女孩在追梦 我再说了一句 他说 哎呀我这个人是不是太虚了 我说活时间长了以后 你知道虚的东西是实的 实的是虚的 所以名车房子钱什么 你活到比如说 你50 30年以后 你说我当年开过一个多好的车 你有什么可说的 但当年我追过一个什么梦 所有这些虚的 其实是实的 到最后 你人生非常着实 我当时做了这个事情 虽然我当时当反革命这事也够虚的 但是现在很高兴 你说的非常对 你就前天 你来这个互联网这个事儿 几个大佬跟我们开会 我真的是 我真不知道 你说我们搞过媒体是因为你419被断播了 然后推特把我们给关了 YouTube也把我们关了 我们走投无路了呀 共产党就逼着我们没地方去了 不让你说话 那我就搞个过媒体吧 你现在你不知道我们过媒体哪天我给你讲讲 这个太滑稽了啊 你都不知道这有多少事儿 我回头跟你们说说 我们真够有意思 没想过赚钱啊 就那天你来的那天 这个大佬 那天老板要我见面 我特别恨他 就是当初我那么多年朋友 结果这个关键时候把我们撂一边去啊 结果来了以后说 他要拿他公司的股权给我们国媒体换 10%的股权 我才没明白过来 我少穿了一小数点 我说你公司大概也就是1 billion吧 1 billion的10%就是1亿美元 呦 1亿美元很多 我说国媒体值那么多钱啊 10%就1 那我这就是10亿美元了呗 结果我搞错了 对不起 我这个公司就是很大的 我不能说这个名字 非常大的 是我们现在直播这平台的爸爸 他说我们是18个比例 18个比例 不包含这个资产 小数点算不过来了 他说你这么少一个数 他说我给你的是1.8个比例 那我这就值18个比例了 更重要的事情 他就说 郭先生我相信你两年前说了句话 他说 就是就是微微断播之后 我见面 我说我要搞个媒体的时候 我是想让明镜搞和平搞 我真心想投和平几亿美元 我那钱真在那账上 我现在就可以让和平看 钱还在那账上呢 这个基金就叫 Diamond Foundation 就是想投这个 到现在也没有用啊 从这个家族基金进行的计划 就想投给和平了 和平现在要借一笔钱给陈君 你说你先借给我一笔钱 然后再投5亿美元 5亿美元是什么 郭文贵你不能说话 你还不能有控制权 我不要控制权 然后你不要参与 叫我拿几亿美元 这就是陈君和这个谁 每次谈话就把那个陈小平搖走 小斑马 为啥时候想搬马呢 不让你参与吃肉的事 滚一边去 结果陈小平还算算 我咋不知道啊 你怎么可能 马永远不知道 豹子吃肉的事 还有那豺狼吃肉的事 所以说你这个 小平你这个 所以你这个事啊 我说你 你这个好哥们 他太天真 结果是什么 把我们逼出来了 我们做这个郭文媒体 这就是个空的事 结果现在那么赚钱 那么值钱 我们接下来要推的那个东西 软件现在不能说 其中就是他们的一个员工 帮我们做的 他们对我们整个郭媒体调查以后 你看我那种发来的数据 现在都马上都可以看得到的 郭媒体多少人看 在线多少 每天增加14万6千人 每天 每天 第一次进来看 14万6 他说要让你这样下去 那你这个小头这个媒体 所以他说你一句话 真的让我想明白了 共产党对你的封杀 是你最大的威胁 你最不值钱的那边 但恰恰是你给了中国人一个希望 是中国人出来一定要看的媒体 这就是你的价值 那么这就你刚才说的非常对 我们中国人要明白 虚的就是理想和情怀 实际上比实的现金还管用 你说对了 另外一个我刚才要跟你说这个就是 人家大家最近对你意见特别大 说这个当委会刚开完 人家路德采访你你没采访 你咋就接受了明镜采访 你跟小平好 小斑马好 你俩反正都不吃肉的人 但是你为啥要接受明镜采访 大家很不 我也不约约啊 很简单的是人民日报接受 要我采访我都会接受赶紧去 那是影响大的地方 路德的采访 那影响影响不大呗 路德的影响影响不大呗 路德的影响影响影响不大 这我是跟你说一句老实话 所以说你是因为影响大和小 你选择了明镜 当然不是说影响大和小 第一个是明镜最先约好的 那路德今天自杀你负责 他自杀我不管 但是不是 但有一个问题 我对路德有一个劝告 就做媒体来说 媒体是要专业化的 当你说什么事情的话 你不要什么事都说 什么事都说的话 有事情会说错的 比如我在美国之间 我是可以 我是有权利 爱说什么 每天都可以说的 我只说美国 我只是一个星期五分钟 说美国的事情 为什么 这五分钟 我一定要说好 我当时选择小夏女士的节目 就是我看小夏 看美国 我家人也看小夏看美国 我的同事也看小夏看美国 还有我美国的几个女友 绝对的干干净净净的女友 自己竟然喝下午茶的 都看小夏看美国 所以这原因你接着说 现在就做媒体 就说到郭媒体往下做媒体 这个事情很重要很重要 因为我相信中共这个统治长不了 哪怕是中国共产党还在权力上 但是总是有张有赤的 我们是经历过1976年的 1976年毛泽东9月9号死了之后 10月6号 就不到一个月以后 毛泽东死了吗 毛泽东死了我也不知道 好像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你这儿说话是犯错的呀 但是你知道这个事情变化是非常快的 今年是苏联 今年是东欧巨变30周年 我们看到那些那些看上去固若金汤的政权 瞬间就倒了 当时哈维尔说过 共产党倒的比他还快 放心吧 当时就是共产党倒 哈维尔说过匈牙利花了几个月 五个月 波兰花了一年 我们花十天 十天就倒了 真是十天吧 这些共产党怎么倒的 最后自己说不干了 我说算了算了算了 就是特别有意思的是柏林墙怎么倒的 你要看柏林墙怎么倒的 当时就是这个 当时就是我那一天的故事特别有意思 那天早上11月9号早上 早上西德总理去科尔去波兰访问 在这个马文萨谈 马文萨说 哎呀这个柏林墙里两个礼拜就要倒了 西德总理科尔大胖子肚子很大是不是 然后呢那个他笑笑的马人上来笑的肚子在那不断的抖动 说哈哈哈哈你太年轻了你不懂事啊 你不知道这是几十年历史长河才能做到的你年轻啊 当天晚上就倒了 就这么快 所以我觉得这种统治就是最关键的一点就在于 那些国家的人民1976年我们经历过 都知道那个东西不对 大家心里都知道毛泽东文革那一套 是因为各国殃民的东西都知道不对 那么呢当有人站出来一旦把这个东西推倒 四人帮一抓全国人民自动庆祝没有人组织的 你知道以前的中国的游行都是党组织 政府组织那个单位组织 那时候我在工厂里没有人组织 我们自己组织聚餐去游行多高兴的一个事情 所以这个东西人民是有感觉的 人民是有常识的人民是知道的 目前这个共产党政权如此腐败如此横行如此倒行逆施 我相信全国的人民绝大部分人民心里是有数的 所以这个倒台是一瞬间的事情 这个倒台不是说我可能几十年历史 改革是几十年历史长河 倒台不是倒台是瞬间的 反腐永远在路上 共产党的可气 改革是在路上 一个民族的发展永远在路上 因为一直在欺骗 但是倒台其实骗人不那么容易的 骗人是要本事的 因为每个人其实我觉得 有时候最厉害是每个人心里的直觉 你觉得这事不对啊 你怎么觉得你共产党统治最根本的一个办法是什么呢 是将你的直觉和他的这个所谓理论这个东西切开来 就说你说党是爹亲娘亲你就觉得他不亲 但是他这么教你 到那一天人民把这个直觉和这个认识一旦联系起来 他就倒了 小夏女士在生活中就刚才讲的这些东西 我就跟她交流当中我是感同身受的 这是没有内敛没有功夫没有历史 像我这没文化的人我都不知道文天祥这人不是共产党员 我也不知道哈菲尔是哪个 我也不知道哈菲尔我以为是王岐山家亲近的 所以说亲爱的战友们 这个人呢不能管看人家说 你得看人家做 小夏女士刚才发自内心这种感受 她不是说能编出来的 我们也没有任何彩排 我要再说的事情 共产党 刚才小夏女士说是个合金的问题 就共产党这么多年 在中国实行了封关闭国 后来实行的一个精神上 宣传上 网络上 一个全面的封锁 国家国门经济上改革开放 大家千万千万记住 经济改革开放完全没有 真正的打开了思想大门 也就是网络和信息交流 和人们的信仰的自由完全没有 在就是WTO以后 中国网络也是不自由的 宣传而是越来越紧 现在CCTV已经姓党了 民告诉你 中国的高法 法院院长周强 这哥们儿是我好朋友啊 多年老友 竟然公开说中国不需要独立的法制系统 所以说这两天我们打官司的时候 我给法官就说一句话 法官现在所有我们打官司都引用 中国共产党什么什么证据 还有那个什么陈军案啊 夏业良出生案 郭宝胜可不是好 我说你看看中国法院 纽约时报等等 中国法官高院最大法官说 中国不需要法律的独立 一下子的法官说 所有证据费用 帮了我大忙了 但我要告诉大家 小夏丹说是本质 一个国家正式向世界宣布 法律不独立 信仰不自由 思想不开放 媒体不独立的说 这个党一定是被灭的 所以说这个大家都是心中有数的 有正常的判断 这是为什么说今天小夏女士在这 她不是忽悠的小夏 她忽悠不到VOA去 你能有本事忽悠着VOA去 对不对 那郭宝胜恨不得每天郭宝胜 那是擦厕所都愿去 是不是 你能去得了吗 你能混得下去吗 所以战友们 我们要有插亮眼睛看清楚 谁有这个能力反共 谁真心反共 谁是在过去几十年来 真真正正的在做着反共的事 还有一个 谁到底是需要反共 就我说小夏女士 到底谁需要我们的十一九段伯 谁需要你小夏被开除 谁需要东方不去看新张就要去死掉 谁需要张晶成为沉默的力量 谁需要要一直在虐待你们 让你们遭受了痛苦惩罚 让你们不要去背叛共产党挑战共产党 这是核心的核心 所以小夏女士 我刚才你们说完 就你接受陈小平的采访 不是因为你俩是哥们儿啊 你是因为明镜的影响力大 路德影响力小 不是因为明镜影响力大 第一是我说了 我是当事人 我是当事人 就是人民日报当时找我 当时接受采访 这不用说的 因为这里头有一个呢 就说陈小平先生 无论怎么样 是个非常符合记者标准的记者 他给谁做是另外一回事 他本人是一个好记者 我这么说 明镜是好媒体吗 明镜是不是好媒体 我不管人民日报是个坏媒体 那人民日报 如果人民日报社 新华社什么找我 我这声音一定要回到中国去 我一定要说 你要照应给我登 但是这里就有一点了 我是要老实说话 我是如果要做媒体做什么的话 包括采访当时采访您那样 我是会挑战对方的 我是会有很多 就不同意见和平衡意见等等等等 我希望就是今天不是 我今天来上来跟您上郭媒体 我也不是说没有预设立场 我也不会说我您本身就郭不用 没有挺郭不挺郭 挺郭或者这不是我的事情 郭媒体不是我的 我再次重申 龚小夏女士的说话 不代表本台立场 但是 不代表 绝不代表我自己 代表本台立场 如果能被代表的话 愿意啊 我只代表我不要被代表 我绝不要被人代表 但是有一件事情呢 就是说在这种采访啊 做这个事情 因为很多很多自媒体的人 都找我做采访 我没接受 因为这里有个很根本的事情 就是你的一个职业标准 嗯 就意思路德先生的职业标准还不够 路德先生你要 你要赶快提高 我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我特别感谢你说的是 你发自内心的话 我觉得我们中国人里边有个文化 什么这个中庸啊 是吧 然后呢 这个 有时候话不要说那么白呀 有时候靠面子啊 这是最虚伪的 我在西方学到最好的事情 我一个是真诚说真话 不说真话 你要付出代价 中国和美国现在这个文化 被共产党搞到最大的差距 就在这块 在中国搞假的不受惩罚 打假疫苗 说假话 都是假话 那个中央常委染黑发 白发染黑发 年龄造假 博士证书造假 爱国造假 一切都是假 他不受惩罚 这块是受惩罚的 真假 说真话 办真事 第二个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我认为在一些职业和专业上 一定要说职业的话 专业的话 要职言不讳 第三个我认为 所有的中庸 所有的所谓的面子 不能掩盖你的错误 也不能成为你走向错误和灾难的借口 我认为这就是东西方文化最大的差距 这就是中国在过去三百年最大的发明是牙签 啥也没发明过 这就为什么笨笨的美国 傻傻的美国 人家发明了人家一个个的上天 上月亮 下一步 现在已经到太阳了 黑洞去了 然后呢 又开始发明了我们的iPhone 媒体 各种科技 数以万计 就人家的傻 人家的真 人家的面对现实 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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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科学 造就了今天的人类的物质文明 而我们的包脚的文化 虚伪 就是我们的所谓的面子文化 也就叫虚假文化 让我们的共产党在中国去 把它无限放大 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癌症 造成了人类上最大的人道灾难 文化大革命 天安门事件 和一个个的事件 现在就像那个刘晓波 昨两年死了 和平还赶不住在会 还有陈军 现在都不吱声了 也不拿钱 老婆出来捐点钱 也不捐 他是肝癌死的 头两天 这个张健也是肝癌死的 所以我问你 你们再想一想 这个海外的 有影响力的当年民运人士 有多少人是肝癌死的 在监狱里边有多少人肝癌死的 肝癌死 心脏病死 躲猫猫死 打飞机死 这个死法本身就是共产党的专利 那么今天我们海外有很多人 就像你这样有影响力的人 现在我们面对了一个新的死法 叫你死不了活不了 这是什么呢 这就是共产党的大外星核心的 一定让这些人叫身败名裂 最后我要给大家说说 什么叫身败名裂 我听太多了 一个是安全部的和二部的三部 不行 做了呗 做了这个词 这大家的行喊 就干掉你灭了你 像鱼之间 那就是被做了 像那张洪宝被做了 车祸 淹水死亡 肝癌死 流血 都是被做掉的 我深信不疑 我深信不疑 张健先生我不敢说 我相当怀疑 王健绝对被做掉了 对吧 那么现在就是身败名裂 他们常常说的 哎呀这个人啊 最近在这儿蹦点儿欢 把他搞得身败名裂就算了 这就给你留面子了 小夏我认为 就属于要被搞得身败名裂那种 什么意思呢 怀疑你亲共 怀疑你游说这个 中国最后国待遇 怀疑419你是带任务的 怀疑你的一切 然后就大家都会开始骂你 包括现在我们看到海外啊 包括很多啊 这个博讯100%的媒体 还有一些海外的大外宣的媒体 明镜肯定投资不明 我相信跟他们也有关系现在啊 你可以告我去 而且这个明镜拿了钱以后 就更加大转向 小妈大帮忙 这些叫你让执行任务 叫做让你身败名裂 完全造假 就郭文贵从完全没性能力 只有三秒 最后变成强奸 还强奸了三百年 强奸了三年 哇塞 一千多天 我这昨天我在我那个相机里 突然发了一个照片 哎 当时我在那个船上的照片 我说这马蕊告我强奸的时候 他说我在这儿呢 我咋那么远都飞回来 强奸一下子再回去啊 他在纽约三年 我在巴哈马 我在南法 我咋回来强奸这个马蕊啊 一千多天 三年时间 他直在我的工作了不到一年多 结果他说我囚禁了他三年多 他旅行了三十九次 包括到香港跟他父母过年 结果他说我囚禁他三年 你这种混蛋话说出来 但是我告诉你 就这美联社竟然敢报道 所以这种事我觉得自由媒体很重要 就是如果我是有机会的话呢 我倒是愿意把这些东西一点一点写出来 再按照我的方式 我要挑战 我有什么怀疑 有什么地方 我就把这个事情写出来非常非常重要 或者是做节目一点一点 这我要说你的小夏 小夏女士 咱现在说就是路德先生这个 我刚才你这个看网呢 我尊重 但我绝不同意 我要跟你说什么呢 因为你这样属于传统 咱们有代沟还说明啊 我太老你太小了 为啥呢 我给和平说过很多遍 当时和平很不自信 他上节目说 我说和平先生 你一定要发展视频 你一定要发展成媒体平台 你千万别以为你那个点点点事你能说成事 我说你绝对会被废掉的 没有主持人的媒体才是最伟大的媒体 我说人家Facebook Twitter Google 没有主持人 人家是一个platform 人家是个平台 成功了 未来是什么 叫社交媒体 我说他老不自信 哎呀谁谁谁 社交媒体起来了 郭宝胜都厉害了 我说和平先生 你搞清楚 你叫媒体 你不叫社交媒体 社交媒体可以自说自话 很自由 没有什么的原则 你媒体是有原则的 你是影响力是完全不一样的 不在一个等级 他没法跟你比 我实际上我是同意你的 但是你恰恰想法 你要记住 你如果你这个媒体 你是带有情怀理想的 你想要赚大钱 你只有把它变成自由媒体的工具 才能赚钱 也就是我当时我说 希望他做我今天的郭媒体 那么两年前的和平 如果做我们今天郭媒体的路的话 和平被我做好一千倍 不是一百倍我相信 可能更多 他绝对赚过几百亿几千亿美元了 他现在弄了几亿美元 现在早晚一天 美国政府得找他门 共产党也得找他门 他是没有前途的 恰恰今天 我告诉你世界的改变 绝不是你媒体改变 包括纽约时报都做不到 你做到什么了 你把川普碾掉了吗 是社交媒体 推特在帮助美国治国 推特在帮助川普 我可以告诉你小夏 你们这些老旧思想 路德先生你说的标准 你是按媒体人要求他的 他是社交媒体 恰恰你看不上的就是我喜欢的 恰恰你看不上的 我认为路德先生巨大的 你问中国人现在喜欢陈小平 还是喜欢路德 我可以告诉你 他连毛都摸不着路德先生 而且我跟你说未来 路德会是一百个一千个陈平大 还有一个陈小平不是陈平 明镜未来 那次路德在帮助我 不小心说 他说我不能跟明镜比 我特别不开心 我告诉你郭文贵就这跟你们不一样 我做个郭媒体就比你明镜强 我影响力比你大万倍亿倍了 我可以告诉你明镜没有未来 他在拿那个钱的时候 他在自恋的在点点金的 他也等于完了 那跟我没关系 所以说我不承认你说他影响力大 他影响力没有路德 我没有说他影响力大 我只是说陈小平本人是个非常好的记者 我同意啊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 非常可爱嘛 小斑马 但是人家路德是狮子 狮子不能跟斑马比 那我不跟他打交道也很正常 是不是我怕狮子咬我 他不咬你 但是这里很简单 我是个很严肃的人 我是个学者和记者 我是个很严肃的人 别人怎么样我不从中 什么东西很火 网上哗啦哗啦我不管 那不是我的问题 对于我来说我的良心和我的职业感 我就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 从头到尾搞清楚 对 我觉得你是啥呀小夏 你还是这个传统媒体 这是会啥 你看我跟你聊这媒体说 我跟你讲啊 你看现在就郭媒体这个数 你能想象得到吗 我相信两年前我说你觉得当我放屁 你觉得这是胡说八道 我也没说过你放屁 对啊 我像你心里也这么说过 现在做到了吗 不是我说的吧 事实摆着 这你做不了假吧 路德先生 他身上个人身上咱不评价 他媒体上有很多缺 但是我告诉你 你看现在这个社交媒体的夸张 在过去十年内 最大的时间 突尼斯 阿迪比 穆罕默德 阿尼就是他那个总统 司法部长 阿发里 他女婿 咋的业被灭掉的呀 那就是社交媒体一起做用啊 阿勒国之尊谁干的 是没社交媒体 不是你严肃媒体 没有关系 这是个人各有志各做各的东西 我有我的标准 我也坚持我自己做的这个 别人做好了我非常高兴 我没有什么问题 我没有什么 但是呢如果那不是我想做呢 我就不做 所以说回答你路德先生 我帮你问完了 小夏女士认为你现在分量不够 你还继续努力 我不是他人分量不够 我说 人分量不够 他240公斤 我比我贵的 被我重那么 小夏女士的要求 还有一个我觉得是要整 你呢 这个世界我给路德先生说过 只有个人强大 你强大到一定时候 小夏同志 天天苦苦哀求要上你媒体 我没干过这事吧 未来你会干的 我爱求过美国中国 我爱求过纽约时报吗 我爱求过华人队游泛吗 但是我跟你说 什么时候呢 当路德先生你的媒体 真的能打翻共产党的时候 谁都会求你 因为是对反共有作用 这是一个 第二个 陈小平到底是能经受什么时代 明镜经历什么时代 用我那句话 深陷阳谷 先拿下我再看 但是有一个我叫小夏女士 你要有什么 你要做真的 你是个 严格讲华人中的媒体家老大 当时这个和平是很想挖你的 听说你被开除 要挖李素啊 挖虎城啊 但是他发现他跟我说了 不行 这几个人太贵 坚决不行 还有一个 这几个人啊 不听我的 他要当老大 谁说他也知道玩不了你们 第三个呢 就是他 你们啊 影响力太大 你们来了他就没了 你绝对你们几个是 华人世界最有影响的媒体人 但是呢 我想今天说 就是现在 我觉得新媒体实在 我特别希望啊 这是希望 建议啊 如果需要我支持 我全力支持 你现在小夏说 你给我开个一千万美元支票 咱马上开 当了建议马上给你 你说开一个亿 你给我两个小时 我得赶快得给那个基金打电话 我得借啊 想办法 我肯定支持你 但是我希望你们的什么呢 你们真的要放弃传统媒体 就支持一些社交媒体的年轻人 这是我最想干的事儿 因为支持年轻人呢 年轻的这些小伙子起来 对反共太有作用了 严格来讲 反共要靠科技媒体 而不是靠传统媒体 你说的严肃媒体 或者是传统媒体 有作用 但是现在要培养年轻人 对于我来说 反共产党 就是说共产党的基础是假 反共产党要需要靠 需要靠真实 靠事实 所有东西 无论做自媒体也好 做这种正式的媒体也好 你最根本的就是说 你所有的报道 所有的基本东西出去 你要站得住 要非常真实 要很扎实这个事情 而且最中间就是说 我有 你也知道 我一向包括我写东西 我是有党派有看法什么都有的 但是呢 这个东西不能够影响你 对一些基本事实的报道 对一些基本事实的揭露 就特别作为学者来说 我是英国实政主义传统训练出来的 那么对于所有这些事实背后 就是说每一个说法背后 都有大量的事实做基础 那么就不能搞共产党的一套 我说 这就是我说的了 事实都不对 完全同意 很重要很重要 以后就整个 我后来我看了其他国家 比如说就是我跟好多像德国人捷克人 刚才前两天跟波兰团结工会的领袖 在谈很多这个事情 就是恢复真相是他们革命之后最困难 要做的一件工作 最重要也最困难 那么到现在他们还在做三十年过去了 所以我觉得中国这么大 国家共产党统治了这么长时间 七十年的时间 把中国搞成这个样子 中国人的脑袋都不知道真实是什么了 那么对于我来说 我的使命 无论我做哪一件小事情 不管什么事情 这种真实是最重要的 这也是为什么 如果要支持的话 我觉得解密时刻这个节目一定要恢复 非常棒 我觉得我强烈的支持解密时刻节目 马上要做得更好 我觉得太棒了 当然能做得非常好 我全力支持 你说到这我就特别感触 我当年到立陶宛国家博物馆 当时他们就让我看他们博物馆下面收藏的一些 当时就是这个二战前啊 柏林墙之前 他们那些被书买的共产党员啊 就是自己死前被害人写的信 我感触特别深 刚才那句话突然想起来 他们说这个国家最需要的不是金钱和粮食和面包 说需要的是真相 真相 哎呀你说这个我感触特别深 我当时啊 我这个看完以后我这感触特别深 为什么都是死前 不是给儿孙子女说 咱家哪有元宝啊 有多少钱呢 我骂谁没有 很多人说这个国家需要的不是面包 不要吃粮食 需要的是真相 中国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东西 我当年我去立陶宛 我在立陶宛看 我站在那个博物馆 就客戈的博物馆 他们叫种族灭绝博物馆 我去的呢 我在那眼泪刷刷的往下掉 我说这个中国太需要这个了 后来我就在美国之音跟 我就说本来解密时刻 我想开成一个组两个组三个组 跟着一路开去做很多这个东西 但是上级一定要砍 上级对这个东西 那个我现在有一个心愿 如果谁能支持什么的话呢 就是支持解密时刻制作恢复起来 不论怎么样 因为美国之音 我们可以好好谈 我全力我愿意全力支持 只要是这个能对反共解密时刻 我全力支持 共产党最怕就是真相 对就是真相 这就是什么 我从爆料开始到现在 所有私下网友 咱们战友们跟我交流的时候 我都会说一句话 他说郭先生怎么做好直播 我说一定讲真话 因为你讲一次真话 一切结束 只时间问题 所以现在我们这个每次太多案子了 律师啊都会拿出很多这个这个 YouTube什么的 包括上个星期五 在那个纽约高法开庭 对方也拿出很多视频来 结果法官说你把这个放 我停 当场就停 为什么停 说你这些东西根本没有经过认证 这是一个 第二个 你没有一个郭文贵讲过的话是假话 你给我找出一个出来 有吗 没有 停 哇啦傻啦 他得花多少钱做那视频啊 把我的视频全看完 翻译成英文 再找出一段说 这小子正面这小子撒谎 结果说你能不能找一个郭文贵 说视频是撒谎的 有吗 没有 停 什么概念 就你我完全同意你说的话 做媒体人最怕是造假 那我请问你 为啥博讯你跟我说 你给我找出博讯报告一件事是真的 小夏 你给我找出一件博讯报道的新闻是真的 我郭文贵今天我立马跪在这给你 我没事 他为啥还能活下去呢 他为啥还能活下去呢 我没事不会去看那些东西 这为啥 这我就要跟你说什么 这就是你刚才咱俩说的问题 我们的中国老百姓已经没了辨别真相的能力 博讯是中文媒体不是英文 因为媒体早就被干掉了 为什么博讯这样的媒体和多维天天说假话 他能活着 就是你刚才那句核心的话 我们的人民需要真相 所以说我觉得不管路德先生也好 陈小平先生也好 这一点上他们你们一定要坚持住讲真话 讲专业的话 还有一个我觉得更重要更重要的事情 一定让中国老百姓能听得懂的真相的话 那和平是跟你绕来绕去 谁也听不懂 他到底说啥都不知道 就是叫Kill Time 就是自杀 消磨时间 所以说我觉得小夏女士 你今天这个折磨 节目暂时三十分钟 本来三十分钟 就是两个多小时 我都可难想象 我觉得好像刚开始一样 节目非常的好 客人来了吧 今天是中午 我们今天和比尔格尔斯 我们是董事一起吃午餐 我们今天是在 几天前三四天前 我们特定的法国鸭子 小笋鸭 春鸭 春鸡 我从早上就不敢这么吃 我等着吃午餐呢 刚才你讲好几次 就脑袋转到吃鸭子吃鸡下来 我就先说 我现在不是联邦雇员 吃你一顿饭没问题 不是你说错了 这个说你 你有时候就是过啊 表演过了啊 小夏是法治基金的董事 今天吃的饭是法治基金买单 但是呢 由于我说过 法治基金开始运行的时候 我要向大家公布 法治基金每分钱去哪里 都给我公布 所以呢 是法治基金请董事 包括比尔格尔斯 我买单 因为现在没使用 所以包括法治基金用的办公室 用的律师费 你们昨天开会 律师费多少钱啊 我付的吧 这个法治基金一天 最起码几万美元 都给我一个人付的 现在你法治基金呢 包括最近在谈 给法治基金拯救法治基金 拯救新疆 所有新疆出来的人 怎么能出来拿到一个 真正的第三国护照 你想想我拿多少钱嘛 这个我想 我就不细说 朱担你也知道了 都我个人出的钱 所以我再次说 法治基金是中国唯一的希望 法治基金不是任何人的 是这种有良知的专业人士 独立董事 他昨天开会我听说吵得一塌糊涂 我听说你们跟班农很激烈啊 我跟班农吵架是很经常的事情 所以这不要干 吵得很激烈 所以我也没有资格参加 他只能听说了啊 所以法治基金的每一分钱 都会花在反共和拯救被共产党陷害的 中国同胞身上 不会有一分钱花在喝 在饮水上啊 这钱我自己买的啊 我这也要说一句 吵架都是为工作 不是为什么 就是你吵架才要你了 让你小 就是我喜欢你的地方 你就是来吵架了 当时我请你来的时候 那个 那几个美国朋友 就那个M那个啊 他说哎呀 你能不能不请中国人啊 我啥意思 他说因为我担心 会给你们 给请了中国人带来威胁 他是好心啊 我说路德先生已经被威胁了 不怕了 Sara也被威胁不怕了 那个木兰我说家人 丈夫是日本人 不怕了 我说小夏更不怕了 干几十年了 他说为啥找小夏 我给他们理由 我说小夏我推荐的原因是 小夏会吵架 小夏不妥协 所以叫小夏来 所以说我觉得特别好 所以我今天 法治基金的事 郭文贵买单 所以我们律师老说 郭先生 你这账单 老让我去申请借款 然后你这边大肆消费 这是不是不太好 我对不起 我说我这人吧 没别的啊 就是喜欢吃 喜欢吃 吃不能妥协 但是钱都是我自己花 大家放心 你今天早上吃饭了吗 没少吃在你们的地方 他居然傻 进来现在吃了三分之 但是最好三分之 但是不是 我是当记者的 就是这种长节目之前呢 先都吃好什么 之后呢 中间忽然想吃饭 你脑子里就会走神 我今天没走神 但是我最后 因为时间不多 最后我再想一下 就是我大概从来没有公开讲过 我是讲我对整个郭文贵爆料事件以来的我一个总的看法 我是说很多人质问在网上说你究竟反共不反共 我觉得我也没有必要回答了这个有历史在这儿嘛 但是呢我就说几十年我作为反革命的生涯有一条 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让共产党害怕到这个程度的 这是让我我当初文贵先生知道我当初是来的时候是满脑子怀疑来的 我觉得他共产党里头出来的人我当然有很多很多怀疑 我有很多质疑 我到现在也还是有很多要质疑的地方要问清楚的地方 但是我没有见过一个人包括我自己非常多的就反共多年的朋友在内 对共产党产生了这么大的威胁 也没有见过共产党用这么多的手段去阻止一个人说话 就凭这一点就凭就是这一点共产党不让他说话 我一定要帮助文贵先生能够说出更多的话 尤其是在英文世界里 在这个中文之外的世界里 我会帮助他把很多话说出去 这我是今天要说的 感动感动 小夏女士刚才说的话她是言行一致的 当然我不敢当了 我确实不敢当小夏女士 小夏女士为我们爆料革命是付出了扎扎实实的 代价带来了她生命中巨大的威胁 那么像东方先生 像李肃先生 像虎诚先生 我再次对你们 表示衷心的感激和感恩 永远不会忘 永远不放弃 永远不抛弃 虽然你们也表明是我们的战友 但是我们事实上已经是战友了 咱们已经发生关系了 你想挡也挡不掉了 你想不认都不行 另外一个小夏女士她说的反不反共 反不反共她都反了 事实在这摆着呢 另外一个 我坐了一年牢 对我知道啊 她是18岁成年生日被共产党给抓走的 21岁生日 21岁生日 20岁被抓走的 20岁被抓走的 这个我记不准确 所以说亲爱的战友们 就是说我们现在不要到处开炮 天下与天下为敌 还有一个就是天天打内战 共产党能虐待中国 能死那么多人就打内战 以各种这种伟大的理由跟共产党斗 最后是斗出了一个共产党 死了那么多人 另外一个亲爱的战友们 我最最不喜欢的事情 普风作影 共产党那一套 栽根栽账陷害 栽账陷害 安排设计 挖陷阱 莫须有的罪名 无中生有 我恨到牙根那里了 凡是在这个社会干任何事 只要说假话的人 说一次假话 永远不要在打理他 这我给我儿子 给我女儿 我说我告诉你 只要我发现你说一次假话 咱们的父女父子关系都不能有 这是绝对的 这就是人起码的本应 人和畜生的最大的区别 是不是 所以说亲爱的战友们 我们现在面对小夏女士 在两年前 咱们被人家掐脖子喊 祈求 所有人来帮助我们爆料的时候 只有VOA 龚小夏女士 如果与我素妹明面 带着东方先生 带着李素没来 虎生没来 带着团队到了纽约来 完成了这么伟大的事件 这是天命 这有天意 上天不会安排一个叛徒 骗子 共产党的人 来完成一个419的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说 我觉得对小夏女士的质疑 希望到此为止 对小夏女士 应该充满了感激和感恩 对东方先生和虎城先生 还有李素先生 应该充满了感激感恩 这是我们伟大的战友 另外一个 从今天开始起 我们把所有的精力 都要用在更加追求的真 善狠的爆料的核心价值上去 你不能说你高兴了 就要真善狠 你不高兴了 就要假恶丑 那是不可以的 所以说 今天我很荣幸的 跟小夏女士 在419的两年后 咱俩今天是绝对 我们没有任何排演 任何沟通 完全发自内心的 今天就像姐妹一样 开着玩笑 我们今天聊天 小夏与文贵聊天 谈419 419已经彻彻底底地 改变了中共 在世界上存在的形象 和它的质量 还有它说 已经大大的缩短了它 存在的统治中国 绑架中国的时间 而且拯救了很多中国人 更重要的事情 我们让西方和美国 看到了更多的 共产党的真相 接下来我们会做更多 和延续419这个精神 尽快地灭掉共产党 让中国人活在有 独立的法治自由的国家 让中国人有信仰自由 以法信教 让中国人 所有人都活在 没有恐惧的生活里 让海内外的人 都可以自由地回家 爹娘病了 你能照顾 爹娘不在了 你可以送终 然后所有的孩子们 不再装大人 都活着孩子的日子 不吃化学食品 不打假疫苗 让中国人活上有尊严的日子 成为世界上和平的力量 让世界人民都喜欢中国人 而不是把中国人 变成都是过街的老鼠 背负上共产党的这个病毒 这就是我们存在的价值 这也是419开启了 那一天最核心的作用 永远永远都要感恩419所有的人 感谢小夏女士 东方先生 李树先生 虎神还背后的一些 你的几个团队们啊 文贵也永远不会忘记 大家也不会忘记 非常感谢 谢谢 很高兴今天 谢谢 咱俩一起呢 我和小夏女士 为14亿中国人民和战友们祈福啊 谢谢 谢谢